研究我们关注的相关的弱势群体 他们在政策以及法律上面所面临的一个处境 然后根据最新的情况会递交一些报告 然后就是帮他们倡导一些声音 另外还有包括在国际层面的一些交流 也是属于政策项目 另外我们有办一本杂志叫做艾滋病观察 这样一本杂志 那主要就是让全国各地底层的艾滋病感染者 他们的声音有一个表达的窗口 同时政策项目还有一部分工作就是支持 因为中国的地方特别大 所以我们有支持其他省份的一些地方的艾滋病组织 以及同志组织的发展 那么这一块支持工作也是贵在政策项目 好下面我介绍一下法律项目 那法律项目呢我们是有一名专职的律师 以及两名全职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一条艾滋病法律咨询热线 同时呢也是同志法律咨询热线 就是大家在艾滋病和同志相关的领域碰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咨询 另外呢我们主要还为那个我们相关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免费的法律援助 同时呢我们每年会出版一些法律方面的报告 包括人权方面的一些报告 另外就是我们在法律项目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叫做全国输血感染者委员会 因为在中国大陆呢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很多人感染艾滋病是因为输血或者是原来的卖血 那么它有区别于其他地方 然后呢因为这些因输血感染滋病的人他们会认为他们是受害者需要政府的赔偿 所以他们经常会需要一些跟法律上面打官司啊 然后向政府上访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如果一个一个一个单个去突破的话呢 他们自己也很痛苦 其实政府的压力也是很痛苦 因为老是到处起火 所以呢我们就想不要让大家这样辛苦 然后我们专门成立一个由每个地方有一个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集中的处理这样一些事情 然后介绍一下教育项目 那教育项目主要就是一个服务型的项目 在教育项目下面呢 我们有同志项目 有流动人口项目 有打工子弟学校项目 还有性工作者项目 另外还有关注IDO人群的项目 还有一个叫做新疆穆斯林项目 听起来比较多 因为主要就是在这些与艾滋病 以及同志相关的人群当中做一些健康的教育 包括培训以及外展 发放安全套 然后呢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我们的教育项目去接触到这些群体 然后呢发现他们的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有政策和法律项目一起来研究 为他们提供支持 这是现在的一个脉络 但是呢我们可能今年年底会有一个组织结构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发现 虽然这样分有一个优势 就是教育和倡导划分得非常细致 但其实呢 在具体的每一个人群 可能他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 可能就原来的教育项目会压力过大 而且可能做了不是那么的专一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变成四个项目 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专门的同志健康政策文化项目 然后我接下来会在这个项目工作 我原来是在政策项目工作 那这个项目也就是说 涵盖了同志的服务型的外展教育 以及政策研究以及文化推广 这是 然后呢我们就将原来的教育项目中的 那些流动人口 新工作者 打工子力需要 这 同一跟那些流动人口有关的项目 专门成立了一个服务项目 就是原来教育项目 可能它缩小了 但是它也就关注他们的一个健康项目 那我们原来的法律项目并没有变化 那政策项目呢 就是改成了一个叫做 将改成政策与支持社群发展的一个项目 可能 然后我们机构现在有17名全职的工作人员 然后可能各个项目的支援者加起来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因为没有同志 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况 谢谢大家 我已经几乎都会在email当中收到 爱智行的学生 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信件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行动 他们去建议 建议立法 建议立法或者维护爱智者权益之类的 在台湾的话 你做同志运动或做跟爱智感染者相关运动的话 最惨的下场就是没人理你 可是在大陆的话就会有人理你 像万言海先生就已经被捕过好几次 因为有的时候做某一些事情 让一些事情让世界知道的话 是跟国家的名誉或形象会有点点冲突的 那台湾因为地方太小 人家也不甩你 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因为高度移动而怎样怎样 可是如果在中国的话 那个状况其实有点不太像 所以对像万言海先生这样子 肝冒不会推动让大家有意识到 跟人权相关的意义 其实在梦中当中很不容易 逐渐的快点点 没问题 我们等一下还有再关职 好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请赞美科博 您感谢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范波波 那个发言十分钟我们现在就开始计时了 现在是两点 二十分 然后我今天自我介绍一下 郑上明已经写了 我毕业于北京电视学院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电影学 就是有电影理论的部分 也有就是创作编剧的部分 然后先跟台湾的这个同胞套一下 就是因为我当时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我之前看过蔡美亮的电影 然后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就是在江苏的一个就是一个小镇上念书的学生 他在看了一段道理完之后 特别希望能够同时和蔡美亮同样的视野 然后所以这 这是好像无尽之中 就让我觉得到台北有一种很亲切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那我就直引入主题 我参与的工作主要是关于在北京的同性恋电影节 还有同性恋影像的推广 和这个创作的协助这样的工作 然后我们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是在2000年的时候 在北京大学完成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北京 那个时候我在上高中 然后那个时候 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叫崔子恩 他在那个大陆可以说是比较早的在媒体上出柜的人 然后他那个时候 因为在北大做了一些其他的放映的展出 他们就跟北大影人协会的杨阳和张江南在协调 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之中 说到我们办一个什么影展呢 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办一个同性恋影展吧 其实当时在多个大陆有一些已经有一些片子 比如说霸王别姬啊 东宫西宫 还有男男女女啊 触及这个话题的 然后好像崔老师自己也没有太深刻的 就是把这个当回事儿 但是这两位影视协会的年轻人都特别有这个活力的去 真的把这个电影节给做起来了 然后当时练习的影片包括就是东宫西宫 今年夏天 男男女女 还有崔老师自己的旧约 以及我们台湾观众也都很熟悉的蓝语 所以包括电影的主创也都到了现场与观众交流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到电影节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好像是一个学校的社团的内部活动 可是当时因为这么扎眼的一个事情 在中国大陆他那个状态 同性恋三个四非常的引入意义 然后就导致了一些可以说在思想上为相对开放一些媒体 比如说新浪网 冯红卫视他们都去报道 然后观众也因为第一次能够在公开场合看到那样的电影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效果 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报的时候叫同志电影节 但是北大当时那个 他们常委对同志的两个字可能误解 就是Comerate 然后他们也 后来发现 哦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第三届 就是这第一届的时候 其实本来有三天的计划 第三天他们一个论坛就没有做成 但是然后等到第二届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05年 然后观众都要问我说你们准备几年搞一次啊 我们现在01年搞一次05年搞一次 那么就四年搞一次了 像奥运会一样 然后其实大家也不会等那么久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正在筹备13届 所以这个再介绍一下第二届的情况 它第二届的时候就是包括台湾的 台湾这边的阴光四射购物团 香港的香港地区的郝玉啊 也都去参加我们的电影节 然后包括电光四射购物团 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部影片 作为闭幕影片 尽管我没有请到那个当院的邓美林 对 然后他主要一开始也是想和第一届一样 跟学校从学校这个入口 也是跟本地大学的影子协会合作 他们的那个当会长也是挺有热情 可是我们这个第二届就比第一届更惨一些 就是因为 但是我们觉得 他其实没有太多政策上的这个 没有官方的这个直接的压力 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活动中 我们感觉到其实公民的意识 就是说你对于很多人 大众对于这个铺铁铁铁的宽容也很重要 其实当时我们第二届的时候 他是因为在放映的时候 一个退休的 一个已经退休六十多岁的放映员 他看了那些片子之后 他表示很反感受不了 然后就非要我们换场地 结果就 其实当时的观众包括从 有从全国各地的 甚至有从欧洲飞过来看的 我们都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 然后就留下他们的电话 逐个的给他们发展信 让他们转移到了一个 大概比这个叫 是还要小一点的地方 然后但是挤得满满的 把那个影片放完 我们的包括我们也穿插了一些 参与影片的演员 他们的表演 有唱歌的 还有我们还有 有的演员他们会说像是什么 说快吧 也都还是挺有意思 然后最后的 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然后在05年的年底 没想到 缺老师也说 好像每次都受了打击 然后好像过了几个月 又忘了那事了 就把又忽然又充满了热情 05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 做了一次同一类文化节 这其中就是因为我们也想 对于文化方面 对于电影有一个补充 比如说戏剧演出啊 还有那个唱歌啊 还有舞蹈啊 还有摄影 绘画之类的 在大陆的创作都是有 都还算丰富 所以我们希望 它有一个更丰富的展出 但是这个第三届 第一届同一类文化节 它的情况更惨一些 就是在改了两次 两个地点 三次时间之后 均被叫停 然后所以说是 但是它也有些后续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会把一些 就是当时的作品 然后再去到一些其他的场合 就是戏剧的演出 到一些酒吧里面 可以做一些演出之类的 然后 现在我们正在筹备的 第三届同一类电影节 我们改名叫做 中国库尔电影论坛 因为论坛的形式 可能在大陆范围内 是比较不那么敏感的 一个词语 然后包括我们 筹划的有那个 就是大家的研究讨论的单元 然后还有放映单元 我们里面有变装 变装的单元 然后还有理同性恋的单元 然后还有这个短片的单元 除此之外 我们还希望 有一个运冲未卧的单元 就是说能给 想去拍摄影片的导演们 帮助 帮助他们找演员 筹集资金 这样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熟悉很多 国际电影节 都是有这样的平台的 然后 下面一个 就要谈到可能 是我的个人的一个 研究和创作 一个是我在毕业之前 我在上学的时候 就写过 就试图在课堂上面 写关于同性电影片的论文 所以当时写的一个叫 有一个叫 从我们类型电影课上面写的一个 从类型电影角度 叫做当代同性恋 题材影片的类型化 然后在我们的电影理论课上面 写的一个 从女权主义角度看 电影中的女同性恋角色 然后 而且这个第二篇论文在 制式行基金的论文奖上面 同性电影议题的论文奖上面 获得三 三等奖 然后 他这个 我在当时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发觉了我在 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查资料特别的困难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 又借了很多资料 我希望如果别人有 对这个感兴趣 无论是做研究的 还是说你只是一个爱好收藏 想去欣赏影片 希望有一个资料的 这个目录 然后我就 开始动手 找手做这个 图书馆影片的 更加丰富的收藏 然后也是在 崔老师的协助下 我们找到了 愿意给我们出 这本书的出版社 应该是05 05年的时候 我们从开始 做这个事情 然后06年的时候结稿 07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出版了 他就是 在 反正销量还不错 然后 另外一个是 我就感觉到 从这个事情中出现来 就是我 我觉得是一种 断背文化 就是我 断背山文化 就是 因为李安 他是华人的远故吧 然后而且 断背山本身 他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 就是其实 虽然他没有成功的 在没有在 没有能够在大陆供应 但是 很多很多的人 不管是从严严严严 他们都知道 断背山这个电影 从网上看过 或是买到晚也看过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 很多人好像一辈子 你都觉得他可能 不会跟这一同性恋 就是这个词打上关系 尽管他可能遇到 很多同性恋 但是他也不会 这些人也不会跟他出轨 因为他的文化层次 和他的那个 思想程度 思想开放程度 都比较困难 但是他现在 会跟人开玩笑的 会说断背 会说咱们搞一搞断背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 电影的力量 真是非常 真是不可低谷 电影文化 真是不可低谷 我们 也都希望 有这个 有一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去 自由地看 看电影 所以 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一些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 酷儿影像的收集 就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平时我们其实 零零散散的 觉得并不那么多 但是我们等到 做这个资料的时候 发现从 其实从 真正算是 从音乐题材的 可以说是 帮别系 可以是 东东西工吧 就是一共 我们收集了47部 无论长短的 然后其中也包括 很多 我们 不写 姑且不说 它有很多影片的 那个拍摄的水平 但是 我们也觉得 它是有那个文化现象 在里面的 比如说 有很多影片是 表现这个 一桩 反串表演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 而且这些 作者很多都是 异性恋者 异性恋影像工作者 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是 我们最需要 最直接可以接受到 酷儿话语 然后他们就去拍 然后 另外的一现象 比如说 很多学生在拍 酷儿题材的短片 他们的学生作业 因为他们比较年轻 然后容易接受 接触到 这个 同性恋题材 然后他们 头脑也比较开放 也可以 完成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方面 因为 比如说 我的很多同学 他们都看过 看欧洲 大师的电影 比如说 有的人说 我看了一部 阿姆德尔的电影 然后我就特别想拍一个 也是 讲同音乐故事的 我看了一个 法斯宾德的故事 法斯宾德拍的电影 我觉得 没有问题 我也可以 讲一个类似的东西 而且他们这样的处理 可以在 众多的作业当中 可以脱颖而出 好像与别人不同 但是我觉得 他们 会是 中国电影的将来 因为他们成长之后 会进入 真的体制中 去拍 主流电影 一旦我们的政策 给开放的话 我们的人才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保证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 也参 大陆地区 现在有很多 关于同性恋的 网络视频节目 然后我也参与了 实用了一个节目 叫做同志放松 它是采访一些 愿意出贵的同志 访谈他们自己的故事 然后这个播客 也在 第一届 在中国播客大赛当中 获得 二等奖 然后我发现 现在时间已经到十分钟了 好的 我的发言已经结束了 谢谢大家 其实每次办这种活动的话 它可贵的地方 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就连不是个人 同志运动要成功 不是靠小数的统知 它必须要有更深厚的 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各种不同领域当中发挥自己的专长 去让那种文化更丰厚 然后更深层 然后更复杂 其实就对于这个文化的形成有关联 更不要提 比方说像同志的交友 或者消费的地方 所以像台湾的话有经济疏忽 作为一个好像看似是消费 可是事实上却是一个聚集点 是一个资讯的流通点 这种东西的运动 还有一个比较丰富的面貌 而不是单单的盯着某个世界 大家聚集起来韩养生就结束的事情 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去调养 大家的情绪 大家的互动 大家对于彼此的认知 好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个 这个也是组织者 可是可以让整个的女同志的运动 有一些更丰富的内容的 那我们就来请花开网站的创办人详细 真的是叫详细吗 不是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这里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紧张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陆地区 主要是上海地区吧 一些女同志的发展的历程和状况吧 那花开网站呢 它是一个女同志的网站 那它在 是我在02年的时候 跟我的女朋友创建的 那当时我们只是想说 可能那个年代可能会比较少女同志的网站 那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集合的平台 包括一些女同志的资讯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所以当时就创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网页 那在这创建了网页之后呢 发现有网络上很多的朋友 突然就开始跟我们联络起来 那就变得我的联系的方式啊 就是有邮箱啊 我们还有带路有一个QQ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类似MSN这些东西 那就忽然爆增我的好友 然后就非常的激动就开始了传面的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更新的版本出现 和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 包括我们网站上面有一些新闻 就是女同志的新闻和影片都在慢慢的增加 那就是所有的大陆的女同志 就是只要连接到我的网站都可以看到女同志的影片 那当时的这些资源和资料都是很少的 就是除了网络能够搜索的到 那我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包括当年就是我们 就是创建了一个女同志 就第一个女同志的网络电台 我们是想说通过声音来让大家了解 就是女同志的一些资讯和生活的状态 还有花开网站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女同志的算是产品吧 就是说比如说T恤啊还有饰品啊 就是以女同志为主题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部分会比较少一些 那关于女同志网站的部分就是 其实在97年到20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大陆的女同志网站了 但是我想花开网站是在大陆地区 算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网站之一吧 这是网站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我想介绍的是 关于女同志的工作小组 那其实说到工作小组 我觉得可能要说起1994年开始吧 在北京就有很多女同志的朋友出来做女同志的工作或者活动 但是每一次可能他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只是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很快就被消沉了 或者是他们就是没有做成一个很持续的影响和那个组织的力量吧 没有一个持续的发展的力量 所以一直到05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女同志从美国回来 她名字叫小贤 那对她在回到北京之后呢 她就创立了一个叫同语的女同志工作组在北京 那从她开始呢 她就开始联络了很多大陆地区的女同志 然后在各地都发展了 就是支持各地的女同志 发展各地的同志的工作组 那现在我们在大陆已经有 比如说上海啊成都 还有云南广西都有女同志的小组 那她们的工作也是会支持一些各地的女同志小组 做一些关于女同志的活动和女同志的一些项目吧 那我们的上海女爱工作组也是因此 因为她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就是大陆地区女同志的工作会议 所以我们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女爱工作小组 那我们的工作小组就会在女同志的热线接听方面 会有一些服务就是 但是我们只是每一周会开通一个晚上的热线接听 还有一些主题的沙龙啊还有讲座啊还有社区的一些团体的活动 那我们在今年会比较重要的部分是说会在做一个口述历史的项目 就是主要是上海地区的女同志的口述历史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收集就是口述采访历史的收集 能够还原当年这么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上海地区女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上海的女爱工作小组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次来呢还有一位北京的女同志过来 他们因为她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所以我也希望帮她分享一下她在做的事情 那她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叫Less家的女同志杂志 这是印成真的是杂志书面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她们做的非常精彩是因为她们有很多本来就是编辑或是杂志社的人员 她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那她们原来创刊的时候就是在05年12月的时候创刊的时候 只是一张很大的平面的纸折起来 然后现在她们已经有一个很就是扩板的东西 今天我们没有带过来 发发安全套就是靠让大家去就是做VCT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她不可能在这几十年当中 会在同志社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还有在其他的族群当中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当时也有跟就跟我的男朋友 偏话 然后去商量去去去去想 那么这种情况下 艾滋病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才好 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觉得 如果想艾滋病的问题 就是同志去慕名化的这些问题 如果是想着实的去解决的话 仅凭现有的全国各地的这些艾滋病的防治的小组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只做这一些的话呢 也是不行的 可是人应该从哪里来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 在这种想法下的话呢 05年开始 那么我们就有这方面的打算 希望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因为我和江华本身也是艾滋的志愿者 当我们这些想法在不断的交流当中 跟星星跟冰蓝跟他们在碰撞的时候发现 双方的想法是非常的能够碰出火花来 所以就打算在成都来做一个试验性的项目 试验什么呢 就是试验公民社会在同志社区 在大陆的同志社区 或者准确的讲 在成都是否有可能被推动 是否有可能藉由这个项目 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去培育和发现未来的人才 那么所以从最初的最单纯的艾滋病的防治活动 到后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成都中心 需要去做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让能够跟成都中心接触的这些年轻一代的同志 他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有一些影响 那么提升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能力 因为我们会做很多的活动啊这些 提升他们自己工作能力 那么未来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成为这个社会栋梁的时候 他会因为他今天所受到的这些内容 回过来回头来回馈同志社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觉得除了这些艾滋病的小组之外 我们需要去培育更多其他类型的小组出来 那么就是比方说像除了男童的小组之外 我们会很刻意的去培育就是女童的小组 因为我们觉得在大陆很奇怪 因为全世界都是女童很强 可是在大陆就是女童虽然很强 可是就是组织化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一直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尝试 那么当然这些想法正在做 可是呢跟北京爱之行比较起来的话 区别还是很大 北京爱之行呢是一直以来就在做支持全国各地的这些权益的组织 的相关的活动 而我们呢作为成都地区的一个统治机构 对这些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也在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进行当中 所以接下来我们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成都中心的这些活动 非常有意思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 不知道这个中心该做什么 就是当那些基础的理论有了以后 这种框架这些东西有了以后 可是怎么样去落实到实际的活动当中去 所以就只有靠去试 然后各种活动去看反应 看大家的参与程度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活动有可能就是 就是请大家来就是听讲座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发现这种这种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就会尝试去做一些与教于乐的形式 还有呢就是切实的能够帮助到这些愿意来中心活动的这些人 他们自己的生活 比方说自我认同的促进 那么我们会做一些伴侣的 10年20年30年伴侣的这些论坛讲座 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电影观摩的活动 电影完了之后 那么大家一起来讨论自己的感受 还有呢就是教育同志讨论组 这类似于是一个团体治疗的一个内容 那么透过这个内容的话呢 让更多的年轻的同志能够良好的自我认同 能够逐渐的达成 还有的话呢就是做心理咨询员的培训 就是我们我们叫同伴咨询员 那么在同伴咨询员这一块的话呢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标的人群是青少年 青少年的人群 所以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触角放在大学 那大学这个入口在成都 或者是在大陆是很难打开的 很难打开这个入口的 所以我们有计划 从帮助这些学校去建立他们的心理咨询网络 为切入口 然后这个样子来帮助学校 还有的话呢就是 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 另外呢也会透露过这个活动中心 去更多的去传播科学文化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科学一直都是同志自我认同路上的同路人 所以看起来会跟就是同性恋没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其实会帮助很多同志开阔他自己的视野 然后呢去让他们都能够了解更多 所以我们会做恐龙的讲座等等等等 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就透过这些多元的东西 让大家看到同性恋的生活 不是只有去找人 只有去找419 每天的唯一梦想就是我要找一个终身伴侣 对 让大家的思维逐渐逐渐的放开 当然也会对同志的经济和文化 这方面都希望有去促进 好 我的时间好像到了 谢谢 大家好朋友 果然是看着中讲话的 等下来看看我们十字卫海峡这一边的朋友 发言的是我自我先知 好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本地的发言者 也是真的工业标语 台湾的同志运动组织工作者 重要的领头人物都在这里 那我们先请今年又开始担任热县理事堂 本来他说热县理事堂 本来他说热县理事堂 就是叫做创党元老 就当时创工军局 热县有两位大同志在这里 资深到不能再资深的程度的组织者 那现在的话我们先请克菲来说说 尤其克菲选了这么好的 对于大陆的同志运动 对于台湾同志运动的反省 我实在是深有所感觉 所以调剑了一下你的写意见了 好 请 我为什么说我很感动 就是 那个雷刚好 每天都跟他吃宵夜 然后每天都搞不好很晚 但是那个聊的过程非常有趣 我觉得在台湾做同志运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大家会很积极想要参与很多的事情 或者有很多人很热心在关心一些议题 可是最大的差别 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别是说 其实很难有人这么认真的在谈组织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组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觉得他怎么样让一个运动可以更长远 然后让他的运动卷起的那个影响力更大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做同志运动的人 应该说极少 而且很少有机会去做这样子的反省跟思考 但是大陆的朋友给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他们不管是他们背后的组织机构 或是他们的个人 他们其实在访谈或聊的过程当中 可以很快速而且很精准的去跟你对谈到 就是怎么样去学习一个组织的运作方式 他的组织核心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如果不是对组织工作非常有意思的人 其实不那么容易做到 特别是他们年纪这么轻 从22岁到25岁到33岁 对 我觉得 好 对 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 为什么今天我跟网民坐在这里 而不是另外更多年轻的人坐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运动的危机吧 我大概讲一下那个 同志咨询热线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其实这样谈的机会其实也蛮少的 那在 其实跟中央大学有 性别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前几个月就刚好还找到一个 历史的活动 就是98年3月8号 我们办那个三八桃花的 在台北清华月韩堂那个活动 那那个活动 举办之后呢 就是我跟网民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聊起来 就是有同志自杀的新闻 那几乎是那个活动之后的 聚餐的 这个讨论 这个新闻的出发 是同志咨询热线 诞生的一个 一个最原始的念头 那我们觉得如果再赶快有一个机构化的东西 然后让一些需要求助的人 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话 其实这些小朋友他们在长大 可是他们过程当中 还要和我们以前一样继续去摸索 跟经历那个很辛苦的历程 所以就很快速的就是密集的开会讨论 然后在当年的 98年的6月 举办过第一次募款完会之后 同志咨询热线 在第二天正式开线成立 对那 在这个成立的过程 其实有一点有趣 就是 在以前 或至少我参与过的活动当中 其实 对我来讲有一些 经验 比如说 95年参与 格雷德的活动 那当时的参与其实是走过后面 就是我失去一个参加活动的人 然后 包括之前认识 那个 同性恋邦联写书的那几位 Gatechannel的成员 然后 一直到96年 我参与制作 台北电台台北童话这个节目 那那个节目对我来讲 虽然时间很短暂 可是 透过那个节目认识的一群朋友 那几乎是我之后做同志运动 所有人 人际关系 人脉辐射出去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那 那热线成立其实是有四个 四个团体 四个已经存在的团体 共同成立起来 那一个是QC 就是王府 他们的这个团体 然后 第二个就是教师同盟 对 然后再来一个是同住会 就是同志住人工作者 一个团体 然后 第四个就是同政 同志公民行动阵线 那同志公民行动阵线 其实是在96年底 为了 跨社团联合办一个活动 大概有二三十个社团 共同成立的 对 那 那个活动 后来虽然没有办成 但是 延伸的 就是那个 那个网络 还有那个人际关系 一直都在 所以在 九七年的六月的时候 交往一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办过一个 彩虹同志梦公园 在新公园 一个白天的公开的活动 然后在 当年的八月 就是常在这些事件 发生之后 也办座谈会 然后到96年年底 在96年的时候 就已经先有一个 女拳我造业路的那个游行 就是组织彩虹小队参与游行 然后97年的 长得街时间 然后 这个是同志的部分 对 那教师同盟的 成员 就是 创会的会长 阿宝 其实他也是台北童话 制作群的眷属 对 然后 同志会的 创始的成员 名字 他也是台北童话的成员 所以大概 那个台北童话 就是辐射出很多 那也因为那个 活动 那个节目我跟华林有很深的交情 对 那 因为华林认识了王平 然后认识了非常多的lesbian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就是在很早 参与的时候 其实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的lesbian的朋友 那我觉得那也让后来的热线其实是一直都是男同志跟女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个场域 对那这个是98年热线成立变成一个组织化机构 其实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就是以前是完全是社运的样貌 那社运的样貌是什么 就是 就很像那个打带跑的 就是 你为了一个活动 然后就赶快去找一支电话线 让记者可以找得到 或者是那个时候 对 反正就是你要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跟这个外界或跟媒体有一个联系 但是一个机构组织化之后 就它是开始会有固定的办公室 然后会有固定的工作人员 需要固定的资金 对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台湾同志运动第一次组织化 然后成为一个固定机构的一个开始 就是在1998年 那同志咨询热线它有几个很基本的理念 其实也后来一直影响了它的一个发展和性质 一个是同志同财辅导 那同志同财辅导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这些在电话线上做电话咨询 智商的人的义工 他本身有跟这个cola打电话进来的人 有相同的生命经验的话 其实他这个生命经验就能够解决掉 大部分这些求助者他们的处境 对他们其实不见得是真的有大的问题 只是他们不相信或没有机会 听到或看到 世界上有第二个跟他一样同心界的存在 对所以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听到那个声音非常的激动 甚至会说你真的是同志吗 然后就开始在电话线上就是 沉默还有惊讶了很久 对这个是早年很常发生的经验 所以同志同财辅导的理念是热线这个接线服务 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然后也因为这个精神 所以我们在训练志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一段这个课程 大部分的一个课程有一半 十堂课就将近是在讲同志文化 同志历史同志处境 就是几乎是在讲同志本身到底是什么 他的环境是什么 他遭遇了什么状况 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才是去做那个 这个智商技巧这个助人技巧 同理心的训练 所以这样子的训练 其实让热线后来影响就是 两条路线 一直是起头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一条是社会运动的路线 一条是社会服务的路线 那我开玩笑讲过一个最简单的讲法就是 同志咨询队虽然是同志社群里面的张老师 但是他们是一群会走上街头的张老师 对就是他们不但想要去改变这个 每一个电话线上个人的处境跟状况 他们也想改变这些个人他们所在的 大环境的结构面的问题 很多人权的问题 很多那个法律的问题 或很多文化的问题 对然后另外一个理念是同志资源网络 同志资源网络其实跟刚刚讲的有点类似 就是这些人他只要能够相信他以外 其实有很多同志的存在 来建立这个跟社群的连结 跟整个同志文化的连结 其实他可以得到很多自我的力量 对所以在我们的服务开始的第一天 其实我们每个接线义工他手上都会有一个很厚的资源本 这个资源本是全台湾各地的同志场所 同志空间 还有很多的同志书籍同志电影 对所以我们觉得每一个打电话进来的人 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跟社群跟文化的资源网络 有连结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会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核心的一个 基本的理念 另外一个第三个核心的理念是同志社区中心 对那这个社区中心的概念是说 这个机构他不止影响个人 不止去影响政策 而且他希望可以连结整个同志社群 所以包括在空间的选择上 其实同志咨询热线一开始就是选择一个 会有比较大的开会的空间 还有教室做培训主训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社区中心的概念 也让整个同志咨询热线跟同志社团 都保持一个很密切的连结 对其实包括第一届的募款晚会 其实当时要怎么样去卖四百张门票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于是我们把当时全台湾所有的同志社团找来 然后开了一个卖票的说明会 然后每个人都被分派到要去卖多少张票 那这个模式其实沿用了十年 就是到后来整个热线晚会 从四百个人变到六百个人 八百一千人一千两百个人 其实他的卖票其实除了金金书库 跟女书店之外 然后到去年增加了这个 拓网2girl的这个网路售票之外 那两个售票系统其实是提供中南部的同志朋友 但是还是有相当高的比例 其实是透过整个热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人际网络 然后或是他们扩散出去的人际网络 再卖票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因为热线一直是靠着基层或靠着组织的力量 在帮助他灌溉他成立 所以我们对于资金的来源 是这样子的辛苦跟一点一滴累积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热线 他其实可以很重视草根 或很重视每一个义工 他的价值的地方 对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另外一个东西上 我觉得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对照的状况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热线第三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已经在讨论要立案这件事情 那立案就是在官方那边有一个登记注册的动作 然后会有一个合法的一些暴障或办活动的 对可是当时同时也有一个声音出现 会有一个小的事件 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记得 就是当时有另外一群朋友 他们要成立一个同志协会 对那同志协会成立的朋友 其实几乎也都是热线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身边的 包括像那个金晶叔父的阿哲 包括像许优生 然后杨忠润 芳妮的二哥 对那其实当时 就有朋友提议说 那可不可以热线的立案跟同志协会 可以合并这件事情 对那我觉得 其实当时对我来讲 我跟这些同志协会的朋友 其实都有一些交情 就是也非常尊敬他们 可是后来在这个决策上 其实热线的内部是做了一个否决 那那个否决就是热线的内部 其实大家有意识到就是这个事情 到底它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后来非常非常慎重的 召开了一个很难得的一个 所有义工的一个大会 对那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决定 我只是要讲说那个决定 其实对热线后来的影响 包括热线的决策机制 还有热线的一些组织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会议 可以呈现一个状况 就是热线是重视 所有这个参与做事的这些义工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声音在 对热线的工作人员 或热线参与的这个决策机制上 其实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在热线发展上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想法 所以在2000年的6月9号 对特别挑的6月9号 热线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对那这个就是正式跟内政部 登记的一个同事机构 对然后当时就我刚好当选理事长 那所以理事长就要有一个理事长证书 然后就开玩笑说 是全国第一个列馆的同性恋 零友执照 第一个同性恋 然后其实这个立案之后呢 其实热线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去开拓一些资源 合办一些活动 包括2000年的台北童玩节 还有后来2001年举办很多的教室演习到各地去 对然后在后来的时期 03年到06年热线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 就是工作组分立的状况 教育小组 家庭小组 爱知小组 人权小组 老年同志小组 都纷纷在03年到06年之间成立 然后这个小组其实各自就有很很专业 还有很分工的发展 不过其实造成的一个影响也就是热线开始 我觉得大家太专注于工作组的事情 以至于就少了一个可以统合的 大家统合的视野 关系不同事情的视野 其实会有出现那个危机 这个是就是后来到07年之后 我们感觉到这个事情 所以07年我们就开始整合 就发展出另外一个工作会议的决策机制 这个是由各组比较资深的义工去参与 这个会议大概有15个到20个左右的人员 那这个机制其实它 后来我们确定就是在这个机制里面 它讨论的是关于运动的路线 还有很多运动的理念这方面的讨论 然后把事务性行政事情 就交由这个行政人员 工作人员 钻纸人员 来决定 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 对 那这大概是热线发展的一些简单的过程 那以上 年轻的人多半就是以热情取胜 老的江的话 因为他生命就这样 不沉淀不取胜 他第一年做也是想说 我其实在场合上有听过他一两次讲话 只是现在听起来真的很不一样 第二次回郭座理事长的时候 那个他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头像 在他的眼前 对这个运动 对这个组织的发展有很清楚的脉络 好 我们来听听看 来抬一抬他对这个运动的观察 同情方评 应该要比较简单的来列述一些过程 不然这样讲下去 就很得了 因为我要讲科飞参与的前十年在干法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比较简单讲一下 因为科飞已经带了整个热线的发展 在台湾铜运里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位置 跟当时的一些社会脉络 我们这个团体 其实在 我想在2000年之前 我们这个团体基本上也不太清楚 我们基本上就是热线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很多工作是一起做的 那那一说的部分就不用讲了 我比较想讲说 我们这个团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目前叫性别人权协会 可是刚刚科飞在介绍说 王萍那个团体说 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叫QC 如果知道我们叫这个名字的人 大概就知道 有一个历史脉络是存在在那里 他这个名字其实也很有趣 他就代表了我们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在最初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成员大部分 当时参与了台湾的社会运动 讲得更精准一点 比较是妇女运动 可是妇女运动跟同志运动 其实他并不必然有关或没关 可是在我们身上 他有一点是浑然是一体的 因为我们是用妇女运动的资源 在做同志运动 妇女运动的想法是这样想 但是我们的理解并不是这样 我们从来不认为 我们做的同志运动不叫做妇女运动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因为资源很有限的时候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内部 大概也搞了一些 让某些人不太愉快的状态 就是我们其实是 一直跟人家不愉快的 我们从来没有让人家愉快过 那因为那个前历史实在太长了 讲那段就不够时间 所以就略过 就讲我们就直接出来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自己的面貌 我们要做什么运动 是用我们自己的嘴说 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打造的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团体 就叫一个没有名字的团体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想说 我们总有一个东西跟queer有关 就叫Q 那我们也认为就是说 阶级运动是一个 不可少的 社会运动的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有个C 是class 所以Q跟C合在一起 就是QC 可是这个东西出来喔 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也搞不太清楚 问我们也不是很明确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叫什么 因为没有个中文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叫自己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这个英文 大家也混了一年 那一年就是跟热线一起这样混过去的 潮流重要的部分 但是他们谈的人权都是政治人权 你知道228事件啊 白色恐怖啊 这种有血泪血汗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血泪 但是呢觉得我们也跟人权有关 所以关键在前面那两个 这是什么人权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跟何老师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是也不是完全有关 只能说我们这是同伙人 所以其实曾经有人在他的学术论文里面提到 我们作为何老师的同伙人 或者是他的跟班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是平等的地位 大家一定要这样想 所以那两个字很简单 你也可以就叫统治 就台湾统治人权协会 可是这个很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知道从妇女运动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那种 现在觉得很狭隘的 当年真的是就是这么想 就说这个生理女的这个部分 是还不能丢掉 因为觉得那也是一个冲撞的可能性 因为台湾社会还是个父权社会 所以有一个东西 还是要存在在那个名称上 所以你就不能叫台湾女同性恋人权协会 这太狭隘了 这突然狭隘到不行 我们只是要被看见 但是我们不要被狭隘化 所以想了半天我们就想出性别两个字 其实也就是一个主流 你知道现在性别主流化 我们在十年前就已经主流化了 所以就觉得真是好得不得了 那这个名称好到什么程度呢 从此就一帆风顺 在台湾的公部门里面打滚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为什么 第一只要是民间团体的集会 比如说政府部门就会发公文 就是他们下面列管 我们在内政部下面列管 要发给一些团体 我们都会好死不死的 会在很多脉络里 自动的被出现 会收到开会通知 协会就是民间团体 所以发到全国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 发到人权团体 比如说现在有个人权的议题 我们也会收到 然后发到妇女团体 这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虽然我们离开了原来的妇女运动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缺席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缺席 所有发到妇女团体的那种公文 我们也会收到 然后当然啦 我们一直是在做同志运动 所以假如是同志运动 我们站在那边 也不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 反正就是觉得 好就是曾经有那么一个发展 让我们做了一些很正确的决定 就是我们的名字取得真是好 那我们做什么呢 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带着 我们原来的社会运动的背景 进到一个台湾的民间团体里面 希望持续的 透过组织发展的方式 来持续的我们的运动的方式 那这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呢 除了督促自己运动以外 当然在我们介入的所有团体里面 我们都在做运动 包括我们参与了 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 我们就几个成员 就介入了那样一个团体的发展 也在里面搞运动 所以其实有时候 在内部开会的时候 我们都是那个比较凶的那几个人 就是比如说要做决策 总是发言 就轮到我发言 我都在想说 好吧一定要我讲话 那我这样讲的不一样的话 意思是说我们一直希望 在各种不同的内部的团体里面 还是可以有一个往前进的可能性 当然这也包括在热线里面 就是当时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冲突性的发言 但是其实我讲话是很温和的 所以虽然有冲突性 可是听起来就是还有点悦耳 就不会太刺激 因为刚刚柯菲有提到一个 我有点想补充一下 就是热线确实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因为是一个咨询热线 所以它很着重社会服务 但是在参与热线的工作伙伴里面 不管是哪一任就是秘书长 就包括多多在之前Pokey或在之前 其实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想参与社会运动 跟打造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你知道如果有这两条路线 一定有路线之争 这是不可避免 我们也不想回避 所以在内部讨论的时候 其实曾经针对这件事情 是有过争论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团体 本来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因为团体是众人所聚集的 可是就说团体在前进的道路上 怎么样可以兼顾一种理想性的发展 以及让某一些 比如说我们希望还是进行社会打造 社会运动这件事情的声音不要消失 我觉得大概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去做 一直去讲 然后一直存在在那里 在团体内部的这一类的发生 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当然在团体的外部 就是我们自己用团体的名义 在比较是台湾的社会空间里头 进行的一些算是对台湾僵化的体制 各个类型的体制的挑战 那也是从来没有间断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真的不只是做同志运动 我们希望的是参与全面的打造社会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都参与过很多很多运动 那请上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很详细的介绍 那我就想回应一两点 就是刚刚已经在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听到中国大陆朋友在谈到他们的组织发展上 我们觉得听到一些限制 或者是我们很快的会想到一个限制 是政治上的限制 比如说没有人民团体组织的权力 所以比如说办个同性恋电影节 要搭带跑私的换一些场地 那我觉得要做一个台湾的回应是 台湾似乎我们在政治上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很自由很开放 你要组织团体有些窍门还是OK的 虽然很麻烦 可是具体没有问题 当时台湾其实在统治运动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外界对我们的限制有问题 其实是个人的问题 可是这个个人不是个人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而是那个出柜的状态 就是我们没办法 因为现在听起来是你们 如果要找十个出柜的统治 站在媒体面前是OK的 可是你们不能说 我们要举办一个一百人一千人的活动 因为政府会打压 我们可以办活动 可是我们要十个人站在这边说 我们都是同性恋 然后你们来访问我媒体也来了 会有问题 会是个自己的问题 所以那个出柜的那个压力 会是过去我们在提到 台湾统治运动发展的时候 其实是个重点 比如说以前像科菲提到 那个历史的年代 比如彩虹夜总会 统政 办了很多公开的活动 都要让媒体去宣传 才有其他人看得见 可是在记者会的现场 就是说出柜这个东西 当年都会是同志运动内部 讨论运动策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会有个很大的会场 大家辩论出柜是不是必要 什么叫出柜 以什么方式出柜 难道我们不能用一种叫做 集体出柜的方式面对社会吗 甚至会提到就是华人社会 跟出柜的关系 就是出柜这两个字 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的核心思考 所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面罩 就是很美的那个羽毛的面罩 其实用了好多年 那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台湾的同运确实有改变 现在你们不会再看到面罩了 就是那个污名化的过程 在很多社会运动的发展里面 是慢慢的被移除的 工艙运动、性侵害者的运动、 同志运动等等 我觉得那个面罩 曾经是运动上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想提的 就是因为我们除了介绍现状 我们有点期待 我们还可以谈谈将来可以怎么做 那我们会觉得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往前冲的一个运动方式 当然要持续的不断的进行 可是我们也觉得连结是重要的 那连结包括 比如说两岸三地的连结 比如说雅籍的连结 那我们甚至更觉得 不是国际连结最重要 而是雅籍连结很重要 因为在整个国际的发展上面 亚洲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而亚洲也很奇怪 台湾也看不到别的亚洲国家 即使在你旁边 就是你的世界 你的国外 都是一些很远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的移民署 是非常恐怖的地方 他们就完全没有这个眼界 也许我们应该去运动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作重点 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眼界打开 把运动者的眼界打开 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连结的方式 去跟很多地方做连结 那就是临近的国家的经验 跟我们的经验 怎么样互相交换 怎么样互相冲撞 怎么样让大家一起往前 就是我们被中国大陆的人的 伺机朋友的伺机 我们会往前 那我们也很期许自己 作为一个前进冲撞的力量 就是说到你们的团体里面 去跟你们吵吵架 让大家一起往前的可能 这个是我们还满乐意 而且乐在其中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简单的报告 我有的时候觉得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代理 就是他常常在伸很多小团体 伸很多小团体 伸很多小团体 然后也到小团体那边去帮忙小团体 便让你的运动更横幅地出来 这个部分解释了他的那个团体的 身份上面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样 去定位自己 一旦定位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还是到处串的 就是他希望那个运动的演技 不是很狭隘的说 我是一个同志团体 我只看同志 我是一个女同志团体 我只看女同志 相反的那个Q&C的意义 他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那他的意义的话是非常非常宽广的 而且那个C字 至少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 你必须要有这个眼界 不单单只是一些身份认同而已 他还有一些在社会结构里面的 一些重要的位置和压迫的关系 好 现在的话我们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组织者在那里 很美的人先讲好了 所以我就先请多多 你们如果去年 今年看同学节的海报的话 那上面就有个美女 OK 这些多多 这些多多多 现在是同志志愿认线国际部的主任 不知道这些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所以就是把他插到外国去了 不好意思 迟到 然后今天也不是因为不能现身 所以蒙面这样 对 是因为礼拜六要开音乐会 现在对于人多长 都感到非常的恐惧 在哪里唱 在台北 等一下再告诉你 好 那我觉得刚刚听下来 以及就是在来的路上 还有就是之前就一直在想说 今天到底要讲什么 或是彼此之间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那我觉得我 因为克菲刚刚其实把热线的一些脉络 其实讲得还蛮清楚 那我觉得我在这部分 其实我就不多讲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讲我看到的一些 就是关于热线的部分 以及譬如说台湾目前一些 其他同事运动 或者是其他社群的一些现况 那以及我觉得未来 我们在未来有些什么 就是我们在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困境 或者是在未来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这样子 同事资源这些成立之后 那我觉得其实刚刚 其实都有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当你一个团体正式立案之后 其实你就会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工部门里面 去取得一个发生的位置 就是他就会知道说 OK 今天有一个同事团体在这里了 那关于同志相关的同性恋的 或是双性恋或是跨性恋的 这样的一些议题的时候 那他就会这样说 OK 我可能需要来 征询你的意见 好 那在以前就是他要找到这些人 就是说他可能 除非他知道说他的身份 比如说可能像又生或者什么 就是比较知名的这样子一些人物 那之外的话他其实不会去找你来 参加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一些政策性上面的一些讨论 可是随着就是说一些同事团体的一些立案 那么在这些政治或是社会上的一些议题上的 这个参与其实是逐渐增加的 那以热线这两年的一些状况来讲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热线跟政治团体 或者是热线跟其他的一些NGO的团体 那么当然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 跟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弱势的 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 可能有新工作者的 有孩子感染者的 那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其他团体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比如说刚刚讲到 比如说像台湾人权促进会 那我觉得像这些不同团体的这样子一个参与或者是连结 其实它是去打开就是同事运动的其他的一些面向 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在做 当你在这些团体里面合作的事情 还是跟同志是有些关系的 可是当你在跟这些团体合作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冲撞他一些原本的一些观念 或是他原本的一些想法 那你也开始去接触到一些可能跟性弱势 不是这么相关的一些团体 比如说像是台湾人权促进会 比如说像是司法改革基金会 那或者是比如说像热线最近开始 跟一些媒体改造的一些团体 或者是跟一两年前我们可能从来都不会觉得 我们可能会坐下来一起讨论 或是我们会坐下来的一些团体 比如说像台少盟 或者是比如说像立新基金会 那这大家可能就想说这两个团体 这些团体应该是可能就是距离可能不止那个门这么远这样子 就是在性的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是站的非常遥远的这样子一个 就是这些团体 可是在透过不同议题的一些参与 那其实拉近了就是说热线跟 或是同志团体跟这一些非常不同 就是性质非常迥异的这些团体的一些关系 那这个关系其实在今年其实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展现是在于 比如说在今年就是就业服务法 就是要立那个性质向反歧视条款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去动员就是社群 或者是我们就发信给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NGO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立法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在这个名单上面看到同志团体 然后也会当然会看到中央性质研究室 然后你会看到日日春 你会看到艾滋感染者全疫促进会 可是你也会看到台上盟 你会看到中华育儿机构 然后你也会看到利息经济会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名单就看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名单 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说这些团体会在同一个议题上面 就是他们会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或是支持 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 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说 台湾统治团体借由不同的一些政治或社会的一些参与 那它开始其实去影响到就是说 不同团体它去看到说真的有这样的一群人 那在这群人里面也许有些价值我们是不太相同的 可是也许在某些议题上面我们是可以合作 我们是可以讨论 甚至是我们是可以辩论的就是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声音 特别是比如说接下来和少法要修法的那个部分 那针对性的这个部分其实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说 目前热线或者是台湾统治运动就是说 在政治或是社会上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优势 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优势 那我觉得另外就可是就是说 你会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些讨论 或是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它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成果的 就是它可能会促进某一个法案通过 或者是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获得很多来自于不同其他团体的一些声源 看起来是非常不能说风光 就是你至少会看到觉得 其实是很多人在支持你 而且这些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 从儿少到人权的到法律的到其他 那可是你在反过头来看就是说 在同志社里面对内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平顿的状态 就是你去看早几年就是我们在一些 相关议题上面的连署 你会看到在上面绝大多数都是一堆 就是可能是同志社团 比如说可能是学校的或者是什么样的 不管他立案美丽立案 那同志团体的比例绝对是占超过 就是整个连署名单的一半以上 可是在最近这几年你就会看到说 那个连署名单同志团体的比例 降低得非常的快速 对那一个你不知道说 他们是不关心这个议题呢 或者是他们没有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或者是对你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运动者 或者是在做一个社会运动者 就是说你不能去说 欸我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发生这样 那你这时候就要回过来想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同志社群内部对于 这些社会议题的参与 为什么开始主演的就是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一些降低 那我觉得就是说 嗯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事情 如果说以这些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都是对外的 那么反而对内就是对同志社群内部 或者是对性别弱势内部的一些教育 或者是扎根的那些东西 反而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觉得其实在未来 也许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这样子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困境 其实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 我觉得其实也来自于就是说 嗯 台湾社会在很多的资源上面 就是对于同志的资源上面 其实是增加的 就是相较于十年前 那个资源其实是增加的 那变成就是说 当你想要上下扎根的时候 那这些是 特别就是你想 你想要上下扎根 你就想说那我要去到学校去到哪里 可是你就会发现说 嗯 好这些学生他关心的人就不再是以前 因为 以前在没有资源的状况底下 你就你就会想说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你就会非常积极的去想要去 去抓住很多的东西 可是对现在的学生来讲 比如说他可以在网路上 获得很多的 认识朋友的管道 他可以在网路上 其实发生很多就是 认识很多的人 那他可以认识很多不同族群的人 可能有喜欢运动的 喜欢怎么样 就是他有各式各样 那在这个部分他就会觉得 在他的生活上是OK的 他不需要去为了他的 目前还看不到的一些权益 或者是什么去做奋斗 那我觉得我们要如果去加强 就是说 其实你虽然好像 看起来过了一个比以前好的生活 可是这个生活 其实是不是那么真实的 就是当你在回到 就是说你现实的社会当中 你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去演讲的很多的小朋友 那他在学校里面还是会遇到 比如说被欺负的状况 或者是他在家里面 他还是没有面 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 跟家里面出柜 或者他在工作上 其实会遇到一些很多的 一些状况 那这些状况 难道不是反映到 就是个人的 就是说在权益上面 或者是很生活的那些东西吗 那你要怎么去增加 就是说怎么样把生活跟权益 或者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未来 就是必须去 去思考就是说 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大众 那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也 就是说比如说资源的增加 其实也不是完全 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我觉得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台湾 比如说 透过这些不同一些社群 就是比如说网络的一些社群 可能就像大陆的QQ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团体出现 那比如说像是水男孩 或者是比如说像拉妈 那他们其实都透过比如说 网路或是电子报 那么在做很强烈的 这样子一个连结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比如说像拉妈 当然他们做了很多的那个 除了网路之外 他们做了很多实体的一些聚会 以及比如说把他们想要讲的东西 都非常清楚地表达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比如说我想特别讲的 就是今天阿正不在 可是我还是觉得水男孩 是一个很特别的团体 就说当然一开始就是 他其实是一群爱好 然后他就聚在一起 可是我当然随着就是 带领者的运动意识的不同 就是会影响这个团体的运动走向 所以水男孩它也就会变成 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泳的一个这种同好会 他就会开始 比如说你看在那个游行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可能就会开始发展出 我们必须要接受感染者 他们是在前年还是去年的那个游行 他们还有做那个小贴子 就是发给大家 就说其实大家必须要接受感染者 那这其实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不再是一个 这个纯粹的一个网络家族的一个形态 那么他开始把一些运动的东西 把它往里面带 那也开始会去就是感染到其他 就是这个团体里面其他人 比如说也许他之前对于爱自干也 是不了解 或者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他的团体的里面的成员 他会开始想说 为什么我们团体要做这件事情 那在团体内部也一定会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讨论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不仅仅是发生在水南海上面 其实也发生在很多不同其他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家族也好 或者是一些社群也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台湾社同志运动 就是在这个部分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样貌 或是一些新的一些动能出来 对 对 那 我觉得我最后还是想讲 就是说 对内的那个教育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 可是这样的教育 要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或是这样的教育 或者是 就是说 你要怎么吸引人来到这里 那你如果每次都办 什么什么座谈啊 我觉得 一定没有人要的来 就是 但你大概办了一季 就是这个 大概就会关门大吉 就会倒闭之类 对 那我觉得国外有一些 有一些团体 那我不知道台湾未来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些方式 就是 比较类似像是一些社区中心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或是一个模式 就是 在这个community center裡面 其实它不一定要是 永远都是在讲 比如说 遗嘱要怎么写啊 或者是 当然这也很重要 就是 或是教你 投资理财应该怎么样 同事的投资理财 或者是 那也许它还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 上一些同事的瑜伽课 或者是 就是各式各样 我觉得在这个center裡面 它其实 有可能就是发展出各式各样 那 对于 现代人 这么喜欢求新求变的那个状况 底下 我觉得它才 比较有可能去符合 就是说 现在人 就是 的那个东西 那 同样的 就是说 如果水南海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其他 那种方式是可以运作的 那 类似在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里面 就是说你其实 它虽然看起来 就是跟统治运动没有那么的相关 可是有没有可能在这样子一个活动里面 就是说你把一些什么东西带进去 给你的 就是来参加的这些一些成员 那我觉得这是 也许是 是 是一条路这样子 那 那 对于 国际的连结的部分 如果 因为要出国了 所以被 冠上一个 那个 国际部署 好 我会努力的做国际连结的事情 好 好 那我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是非常 嗯 就是我 我觉得我自己是出去 然后跟不同国家的人接触 那我觉得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 那感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 嗯 我觉得台湾的统治运动有一个 比较幸运的地方 是因为台湾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 所以你看到台湾的统治运动 它可以很单纯的从统治运动做出发 去直接想 比如说同性恋双性恋 或者跨性别的一些权利 或是他们的一些东西 那 可是你在很多其他亚洲的一些国家 你就看到说 其实 必须像我们早年的时候 它必须要用一个很迂回的方式 特别是 它 通常来讲 我看到的模式通常都是 它透过 比如说艾滋的这样子一个防治 好 那它在里面开始去偷渡 一些可能跟统治相关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对 那包含了 比如说 像新加坡 或者是像泰国 或是马来西亚 其实都是这样子一些状况 那 去年就是大陆朋友来的时候 其实听起来 大陆也有一点点的状况像是这样 因为 你不能够很明白的去讲说 我现在正要做统治运动 所以意思 用一个转换的方式 那 可是你也会看到说 在 我觉得就像侏罗系公园里面 那个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 生命会找到它自行的出入 就是即使你 用各种不同迂回的方式 直接或间接的 那我就一直都很努力的 你就会看到各地的组织工作 其实 制法系统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个烙印 这个烙印呢 就算你释怀 可是在你的文书上面 这些事情是留着的 它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影响 是必须要大家都要 跟它一起去承担 最后果 那对于台湾保存 而且抗争 言论自由 在政治的领域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现在已经收割了他们的果实 都坐上官了 可是另外一些 为了各位的言论自由和资讯者 有打了四年整整的仗 他现在也只能吞下 大马官丢于喜好事线文 然后继续的活下去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整个同志的抗争来讲 就同志肯定他自己的生活空间 他的资讯空间来讲 是有可歌可泣的重要性的 也希望未来写同志史 不要忘记这一页 那我们现在听听看 阿哲的对于云术局 您的感觉 我大概没有这种经验 还没讲就开始想要哭 男人只在刚才开始哭 其实刚听各位讲讲一下 我觉得在我的书店 跟各位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我既要搞商业 要做运动 所以我搞得很累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想要赚钱 或很会赚钱的人 可是呢 我的店又已经告诉我 你非要赚钱 不然这个书店 可能会步上像运输店一样的后程 所以我就必须要很努力的赚钱 有很努力的运动 那不过这中间 当然有很多的空隙都跑出来了 因为你可能也 因为你很努力的赚钱 所以你必须要寄更多的金色杂志 卖更多的赢费书刊 到时候你要打上这个官司 你才有办法赚钱 那当然我也看到了 那个运动的另外一面就跑出来了 他也告诉我 并不是因为你 被这个书籍被插扣了 你去上了法院 你被判了刑 那从此之后 你的书店就要关门了 因为很实际的是在 案发这几年 我接到了跟科斯康的鲜花 简讯 Mason不断在鼓励我 然后这个店里面的生意 比是这个抢抢过道 这一路犯豪 原来运动跟商业 也可以这么巧妙的结婚 那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至少在敲试上面还蛮愉快的 虽然这真的是达了四年的关系 就像何老师提到的 我想那大概不是人过我的生活 尤其是四年的时间 到目前的位置是四年 那是大概也达了 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那是中间当然发生了一线前 因为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 社会的事情 就是我母亲在我那个 乖死的过程中她往生了 那我其实在开车出现的 一开始我就觉得我母亲 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我去做运动 或我抛头露脸 其实我都很OK 可是我的家人并不是这样 她必须要承担很大的后果 不过我母亲在那时候 她的这个身体健康已经非常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都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 是每次我从法院出来的时候 我母亲能够跟我的律师讲一下话 让我母亲能够吃一下定性丸 觉得律师讲的话 让她其实有一个 比较可以放心的方式 所以就在那个官司 其实都还没有结束 其实就是在一审的前一天 我这样清楚那天就是5月30号 那我母亲走了 那5月31号 就在同运的伙伴陪伴下 我到基隆法院听到的那个噩耗 然后双重打击 就是我败诉了 那后来又隔了一年 其实二审的时候又败诉 那我觉得历史总是有些巧妙的安排 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是何老师呢 他在授交的这个法院事件呢 非常突然发生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焦虑地认为说 天哪 何老师这么的忙 他光要打他的官司 大概他都没有时间 再去声援别人了 可是在我每次出庭的时候 何老师 丁老师 丁老师 那更不要讲其他的同样的朋友 永远是陪在我的身边 不管是在台北或基隆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人生能够因为这样子 有这么精彩的一段路程 那大概也够了 而且是我们最近有一个 比较年长的同志他往生了 那我其实是一个很天真 而且很乐观的人 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我再过几年就要死了 至少我这些事是没有白活的 那当然讲这个东西 都有一点这个煽情 所以我觉得 还蛮鼓励自己的效果 那真的是蛮感谢 历史的巧妙的安排 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是有陪伴 那我想回到那个 再讲今天的那个 做商业跟运动的部分 那时候其实 因为昨天赵柯跟婆婆 还有这个雷刚是住在我的家 那赵柯跟这个婆婆就问我说 哎 阿姐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昨天跟热线的志伟 去延安一个学校演讲 他们讲了一个字叫轰趴 什么叫轰趴 那我就觉得哇 这好难解释 因为那有点复杂 然后就是我们很想睡 我们就刚刚去剃发喝完酒回来 所以要这么解释这个轰趴世界 我再也累死了 所以大家也不能来 所以我觉得也没说什么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说清楚 基本上烘趴是在台湾的一个 我想是一个男同志很特殊的文化 也不应该是在台湾 可能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很多男同志会聚集 在某一个公寓或大楼里头 然后在网路跟朋友 都在经典的party 跟我们家一起去办 就有些朋友都可以去那边 可能用药啦 发展性行为啦 过一些娱乐的事情 那大概在几年前 就是我还记得是农民年前 然后主席业的时候 就在一个烘趴警察去领检 就抓了大概几位的这个 在参加烘趴的朋友 后来验出来 里面到大概有高达28的人 是感染到艾斯 就是他是有代言的 所以呢 后来这个世界就变得不得了了 就是那个烘趴就变成跟同志 跟艾斯跟客药画上了等号 那我要讲这个事情是说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一路走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到我们 晚前路的大 准备要去大车 准备沿路跟大陆的朋友 介绍这个台北的地景 有几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知道 一个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 研究的这个28公园 还有这个AG世界 因为刚好都在这个博外路上面 那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不管是新公园啦 或AG世界 或者是轰趴 很像我们打那个土拨鼠 就是跑出一个来 这个官方或者是报仇 跟你把他打扁 就跑出一个来 一定要打一打 包括精进也是 想尽办法把他打下去 所以那个 我想在经营精进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那时候会选择在 我那时候也就是 我刚毕业没多久 我就 准备去开那个书店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这个书店一定做不起来 我一定会到 那我是做个好玩 就花个钱 然后圆一个梦 所以那时候想到说 早点去做 也许还年轻 还可以找到工作 还可以赚钱还在 所以就跑回去 开了这个经济 那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很明显的想法 就是这个书店 一定会引起媒体的注意 就是说 就算是不长洋 媒体一定有的来找 因为在台湾的那个 台湾台非常多 他们需要 24小时有新闻不断的再播 尤其这么争议性的书店出现 所以那时候刻意 就是在取名字上面 就特别让他一起 意义在里头 那我们今天呢 也有这个中央大学的 博士班的研究生 顾米耀 那位帅哥 他就写了一个论文 在讲这个金金 可以看到的这个名字 他觉得 他起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既是这个男性的精力 的金 又是女性月金的金 所以他又是这个金金 对 他又拦掩了很多这个有趣的这个命名方法 就是让他一起念很心惊胆条的金 你也可以赚了很多钱的金 就是他有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金金 那我觉得我对名字取得真好 但是你开枪呢 名字也很想亮 而且就老老了上口 那就开了金金之后呢 就发现 哎 状况真的来了 因为真的是在营业的第一天晚上 就是准备要打烊 那警察又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恐怖喔 怎么都还没有赚钱 警察又来了 第一天警察又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回想那个过程 跟当时 就算是现在在讲轰趴 或者是建杉堂事件 其实我觉得那种紧张跟害怕 一直到现在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即使到了现在 包括我们的邻居 还是会遇见于我们 用各式各样的名义 会去打烊我们 如果有一天各位 有到我们书店 可以看到我们招牌不见 也比较压抑 但是我们的邻居 用尽各种方法 让我们招牌拆卸下来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累了一点 就是说你既要赚钱 要做运动 那到底怎么办 那我大概看到的两点 就是说我至少 可以在这两个过程中 夫妇前进 一个当然是 我的前辈女书店 一个当然是这个成品书店 那我也是觉得 各位一起可以 去成品书店逛一下 就是说 刚刚其实回应到 这个多多讲的那一点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书店 你绝对不能太静态 你也不可以太保守 你要有各式各样的话题 各式各样的活动 做台不断在操作 然后是很生活化的 那这个部分我在成品上面 看到了某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女书店 也给我一些刺激 就是她做一个主题书店 如何去呈现一个主题书店 应该有在这个进书 退书 还有这个强调一个主题书店 应该有的那个样貌出来 我觉得女书店 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所以呢我大概是 融合了成品女书店 这样子的那个整个特色 然后精进开下来 那后来就发现 刚做的时候还不做 就马上又开了 对面又开了一个咖啡馆 又开了一个咖啡馆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钱还蛮好赚的 至少还可以马上就开了三家店 那大家那时候很希望 是打造一个 比较是一个同志社区的想象 因为开这个店之前 我其实去美国的 去翻来 去观摩了一下 跑到九金山的这个厨师厨间 也去住了一下 就回来 希望还是有那个小小的 一个比较是 至少在我的空间专业里头 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具体的 这个空间形式出现 那 这里头就发现了 发生了几个问题 因为其实后来发现 现在学生都不太爱买书 就是越开到后面 就很累 就发现 学生会 买买书也会开始跟你杀家 就说你要不要卖的 伯克莱迪 我们再回去伯克莱迪 就好了 那或者是说 他们觉得去7-11 领书很方便 像你们这样子 其实不能收获付款 就是买完了再去解键 我们也不想去 就觉得压力非常大 就是说在那个商业上 我几乎是被逼到了一个非常窄的缝里头 我不晓得该怎么样走下去 因为可能各位都不晓得 其实书的禁书成本非常的恐怖 是7成 或者有时候是7、5成 那再开个发票 然后再刷个卡 将近快8成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要请这么多的电源 然后要用这么多的设备 那我觉得有点入不敷出 所以后来其实就是发展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要员工呢 很像百货公司的售货小姐 就说你们不再是书店的这个售货员 你们是百货公司卖面膜 卖这个面霜的小姐 记得如果说你去百货公司小姐 曾经卖过你一个面膜 最后加眼霜 加乳液的话 你也要这样做 所以如果各位买了一半 这个同志研究 那你是不是应该买一个燃掉摄像梯 想办法 让这种方式 让他给披一袋 这个书出去 那其实后来就有点 去做这样的事情 只有怕客人不高的事情 你根本就要强不过我 所以呢 就在里面揣来揣去 就觉得至少还能够掌握某些季节 让这个来的客人是觉得比较舒服的 那里头有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运动有些关联 我当时在开书店的时候 我其实发现了一个蛮严重的状况 就是我之前去女书店 我发现女书店 居然都没有男性的员工 那我也问过女书店 他就说 为什么有没有男性的员工 或跨性别的朋友 他就说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照顾 生理女 以他们为主 那时候我在想说 天哪 我本身就是一个一性验的 这个男同志 我等于是有某些优势在 我一定有一些东西 我看不到的旁边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堆队人 来跟我一起来进行这个书店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放了我的 这个在这个真材上面 一定要有一性验的身份 男女同志 夸性别 艾滋感染者 双性恋 還有一些这个骑士同志 但是他有更多的身体的陈障 像他落实的荣耀的朋友 后来就发现 其实他们比我的冲击非常大 因为在书店作为一个运动的门面 我这样讲也许有点夸张 就常常发生很多事情 其实他们可能要找各位 不是那么方便 他就马上冲到我的柜台 那个麦克风 就放在我的嘴边 就让我开始讲话 但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都还没有沉淀过 我实在很难回答 那我也考虑到说 其实有一些事情 好像也不用我来回答 会比较好 只要我可以 请我的女同志的员工来回答 请我一个一性的妈妈来回答 他们都对我回答要好 所以在一个商业的操作上面 我其实可以的摆放出这些人 看下的那些位置 但他们在直接发生的时候 他们不会觉得 突然出去都是你在讲 当然你会讲你自己 对你自己好 所以就是在面对媒体的那个 跟运动的关系里头 我觉得我的这些运动 帮助非常大的忙 也让我的形象不再 不单单只是阿哲的店 这么单纯一件事情 那 再来就是 跟社区的关系有点紧张 就是 刚开始开那个书店的时候 本来邻居一直觉得说 我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 安安静静的 乌漆骂黑的店开在那里 就没想到他们发现 我是当天国里 而且我在媒体一段的放话 在媒体的采访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有些压力 就是 开始那个压力 都拉扯得出来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 其实有到我的书店 来做了一些 很不理通的动作 那如果各位其实比较清楚 我附近甚至都还是教会 很多教会邻里 被天主教跟基督教教会包围 所以 他们来的时候就跟我说 这个社区都是因为你这个书店 所以让我们的社区的品质非常差 然后这个房价也 这个值时弱 都是因为你这个书店 那我们希望你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挂出来 就安静一点在你的书店 开这个书店就好了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来讲跟我说话 你是谁 那 之后呢 当然我也发现了 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台湾房地产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 我没想到我真的去找到一个金基姆的位置 那个地方叫公馆 那我前面有座大楼 在台电大楼 后面有一个塞军总医院 然后还有台大跟师大左右附房 让我那个书店的房价呢 是绝对不会直直落 还是拼命的涨 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台大美学院 有这个陈兴宇进驻 有王立昂进驻 这个邻居讲 不会啊 我们都还有这个 这个总统的女儿都住进来了 这个我现在明星也住进了 楼上还有这个李爱的工作室 都在我们这里 怎么会房价不好 那我想大概就提到了几个点 就是说自己在操作 商业跟运动上面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类似 因为我没有看到某些模范 至少在台湾 然后我也在内部 我也发生了很多的争执 他们觉得你花了太多时间 在做运动上 但是我跟他们说 如果你不做运动的话 这书店其实就不用开了 因为本来的意义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比较运动性的空间 是出现在这里 如果你不做运动的话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跟股东之间 有很多内部的拉扯 好 那我最后要讲一个 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母亲往生那一天 那 那因为要固执那个灵塔告别室 那我们就把很多的外联 就搬到了那个 这个属于这个 往生者的空间里头 那因为我爸爸呢 他非常爱念子 他都交往所谓的社交名流 在他的交友范围里头 有这个什么市议员 市议员 像没有市议员 立法委员 市长 很多的民意代表都来了 所以前一晚我就跟我爸说 我有一个何老师 中央性研究师 这边要给我的关联 我希望能够挂在妈妈的理台户上面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天啊我老爸一定会反对 因为 可以 请老师讲一下这个对联吗 我已经忘了 好 还是同志之母 等等等等 不是有同志 确定有同志这个字 那旁边大概就是一些 这个市议员 名义代表送的这种 各公外连的这种 很多的白布条出来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 我非常坚持 妈妈的这一个何老师 性别人士这边送的管理 应该挂在妈妈的理堂的 最前面 那后来我爸爸其实满 我觉得他满 他真的是很难过 他就说 OK 你挂 所以那天我也觉得 很多人都在亲自于说 这管理是谁送的 那我讲空间就是 那么的微妙 就是不管你生者的空间 能不能复权 连往生者属于阴间的空间 难道都要那么复权吗 那我在这里非常谢谢 就是童韵的朋友 何老师陪我走过自己的暗路 好 谢谢 我 我人有性命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 所以他有事没事 他不替别人去写晚年 写任何以上的木区名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就常常不对人 哪个那些人 因此只要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写晚年 我还算是把我自己的写好 然后他不去找一找 我放在电脑的盘里 哪一个Bile 哪一个Pover里面去 因为我觉得 就像写俱进性一样 我一定是自己心里写 然后写的是很切合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晚年也是 很切远的状态 然后可以make a statement 就是他表示一种立场 他宣告一件事情 所以也对于阿整的晚年 应该还在网络上面 跟当时我们留下来的时候 就写在网络上面 好 我们其实今天的 这个校外人士的影言 很丰富 这个我以后一定会整理出来 那我们的工作生在哪里 Jerry Jerry要来整理 这个拼了 所以大家可以让我们打出来 那我们自己中央性研究师的话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有安排老师 能够在现场 就希望能够也跟这边的对话 我算一嘛 那我已经讲完了 就算我一了 那我还有三 因为你看四四四 还是有十二个人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时间已经做得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就请问一个 中央性的研究社老师 就着量讲重点就好 不然讲太多理论 人家讲太多的内文 就着量讲重点 那我们按笔话顺序 那现在就应该来看点影 我觉得会让我想到可以很简单的讲一下 大概就是 我这一代我觉得是在学校里头 然后是因为运动 然后因为台湾社会运动 然后因为妇女运动 同志运动 像刚刚他们提到的一些组织 所以才可能会有一些 我觉得大概在学术上 我会想要做的问题 那其中大概我觉得 就是最主要的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女性主义的性政治 那这个女性主义是台湾的女性主义 因为我也是从 跟王萍刚刚讲的 就是王萍刚刚讲的那个脉络 就是从妇女运动出来 可是就 我觉得真的 就是到后来越来越觉得 很有必要去思考 就是说 台湾的妇女运动 走了一个很特殊的路 然后它内部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争执 是别的地方 也许有类似的 可是不完全一样 因为那个社会跟那个历史 跟那个文化都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需要去思考的 那我大概就有一大块 现在还在做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女性主义跟妇女运动的论述当中的性政治 然后尤其跟性工作 还有性污名 包括就是说 对于凡事跟性相关的 就非常不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是同志 然后你可以跟性保持一点距离 那可能就还有条件地接受你 可是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被认为 然后随时又从国家的观点也是会被调整的那种距离的话 那其实就还是有问题 所以大概有一块是性 然后有另外一块是家务劳动 就是家务劳动的一种低贱性 跟性的一种低贱性 我有点想要想清楚这个关系 所以大概这个是 我觉得就是来自于等于是台湾社会里头发生的事情 我才可能有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是我跟就是我们其实一起研究的一些朋友 就是有三个朋友一起在做的 比较是女同志的文化文本 然后这些文化文本的重新阅读 大概七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 那这个也是在有一些东西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有一些东西还在做 然后这个文化文本有一个面向是去看 就是也是去想要大概了解台湾 特定的一些歧视的方式 歧视女同志或同志的一些方式 大概就这样吧 柯菲那一直谈到说这个 要看后期之秀 那我们看到多多 多多代就是我们去认为 比较年轻一辈的没有像他们这么老的 我们今年就是一个后期之秀 那我们现在请王道明 大家好 我也是性别生出来的 我整个就是说我做 就是我整个那个 我们讲这个知识的发展 跟那个到我现在学术从事的动作 都跟其实跟性别 就是完全分不开了 那因为我刚刚就是听了几位隐言人的介绍之后 我其实发现其实自己没有既活在那个他们讲的历史中 也在这之外 因为我是今年初才回到台湾买的 所以过去十年都更好就是同运 整整整整个同运 然后所谓 因为学院内的 台湾学院的同志理论库的 就是发展的这黄金十年当中 我都不在国内 所以刚刚这样 在台下听的时候 非常 那种很奇怪的感觉 因为你们讲的那些事件 既是我分析的对象 也是我 就是 就是一直我在思考的一些东西 那我只是稍微想 就是 刚刚听到多多还有 是不是阿哲儿讲的一些话 我觉得有一些感想 我想稍微可以提一下 一个是 就是先讲多多好了 在讲说 刚刚他提到那个 比如说 在一些场合中 有一些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组合 像额少团体跟 像是立新 中职同性协会 比如说就在那个性骑士就业 那个名字 就业佛华 那个通过就是有这些年代 可是 我会对他们这些 看到这些名字 我不会感到很高兴 我觉得还蛮忧心的 我就觉得说好像似乎 是不是同志 有一种平权的性别 某一种性别平权的意思 已经进入了一种 就是被收编 或者是一种 形成了霸权意识的一种状态 以至于这个能够更进一步去服务这些极端保守性团体 他们去进行进一步的训续华 很狡猾 就像那个服务华 那个那条法律里面 特别我记得 刚刚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说 他就说不可歧视性行象等等 可是他就说 但是除了性虐待 还有动物 就是说人寿殿之类 就是相当在何老师这个事件中发生出来 他们就马上就抓出来 就是说 对啊 一切新闻都是听证 但是除了还有 我觉得就是说 他在平等化的通证中 其实一直在排出一些更远远的性实践 那这一点是我想要 就是说 我觉得说在我们说 刚刚说向下扎根 在对同志 就是说 效益方面的工作 我一直觉得说 这个 这个 也必须要随时提醒 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代 然后 第二个就是说 阿哲在提到 轰帕 轰帕 艾滋跟同志 然后这些污名的连结 这也是我一直 我的研究 一直在 就是说 一直在 同志的 分析的对象 那 我的 我自己的工作室就是之前 比较是在分析 就是整个 就是同志的等于说文化历史跟政治 那在我的研究中 像是这些 同志的污名跟性都有关系 而且特别 他的那个性 就是说在 在 又是透过国家对于色情 对于风化的管制 那我觉得近几年来 同志团体跟一些弱势团体 就是说对抗性的道德跟无名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大陆的情况 我不想 我大会很希望听到 就是说 比如说 大陆那边对于 賣淫这回事跟 就是同志 还有说 是不是 也是透过 邁淫来 来管制同志 邁淫来 来管制 艾滋病 因为那我们记得说 当那个 AG事件发生 AG事件其实就是 他 他就是 包括就是 我们看了AG事件 他就是 警察怀疑里面 有色情交易 他才进去查 对 那包括就是说 到现在的 网络员交易 是因为就是 交易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说 对于这个 就是 性交易 的处罪 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说 对于 不管艾滋的防治也好 或是 同志平权也好 这都是 是相当 必须 而且重要的一环 对 我就紧紧讲 这样子 OK 谢谢 好 不必要讲 你有话要讲吗 没有 你有话要讲吗 没有 对 那一兵说他 放弃他 说话就好了 好 我们 是应该有一些时间 让大家能够 有意见 或者想问题 或者有一些回应的话 能够发表一下 所以 给大家开放 谁想要讲话的 就可以直接举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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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是想要问 王萍有关于 就是刚才你讲的问题 就是 你刚才说 你接下来的展望 是希望说 在同志运动的这个过程中 你希望可以连结 雅籍 雅裔的 同志运动 包括就是尤其是 尤其是靠近 台湾的 这周边的国家 因为 包括 譬如说 在连结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可以去 去炒个价也好 或者说去冲撞也好 可能会得到一些 新的火花之类的 那我想问你说 当初 你会有这样的理念 是因为 主要只是因为 地理环境禁吗 还是说 为什么在国际发展的 这一块 这连结 不会是想要跟西方的 同志的运动 合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昨天看了 最近的新闻 应该是十月份 就是有关 因为你刚才讲的雅籍 然后我就看到 新加坡的消息 就是有关于新加坡 有个法律 我忘记你的手 然后他是 对 然后他是说 他已经 那个就 他已经就是 算是定义吗 还是什么 就是同志不管是 public 或是private 都是违法的 我想问 想问一下 您的看法是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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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界的这个部分 其实前年 我们办了一个 亚洲拉子营展 其实就在里面 很严肃地 说了一大篇 所以你有空参考一下 那个书吗 就是我们的 亚洲拉子营展的专刊 信联研究室应该有 如果没有 拿他送诗本过来 减轻我们办公室的负担 不过就是前面我们导致的 还满清楚地略述了 就是雅界的重要性 就是说其实这会回应你的问题 为什么是西方的 因为其实他是个影片 那我就会发现 其实在台湾你要看到同志影片 其实一直不是很困难 但是什么样的同志影片 你会从早期 我们从费城开始看起 好莱坞的影片都有 他都是西方的观点 但是他不是说 因为是西方式 他不是同志 可是他是同志 他又真的是西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 就是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同志 在世界各地 他都可以看到同志影片 但是他其实都是西方 而且特定的某种文化下面的 经济或者是什么政治 反正就是他比较在高位的一些影片 那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是问题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很棒 可是当你开始有本土自己去生产 属于你自己的文化产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真是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要办一个拉子营展 你要找片子从哪里来 你能够找到的 大概也都是西方的来源 那就会在想说 那我们身边这些国家 就在你隔壁 你坐飞机40分钟可以到 一个钟头可以到 影片在哪里 第一个资源都很少 就是说你整个那个影片的那种资金 大概都集中在有钱的地方 不是说只有他们有钱拍电影 而是那个整个社会的能力 能够支撑出一个拍片的资源 所以就是我们说 临近这些亚洲地区 他第一个拍片资源真的非常少 那我们当然办的是拉子营展 就是女同志 那资源是更少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泰国的 菲律宾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女同志 拍出好的女同志影片 而是如果他们拍出来 其实包括台湾的周美林 意思是说不是他的问题 他说当他们拍出一个同志影片的时候 他都会送到柏林 送到旧金山去参加同志迎战 而不是在这个local的当地去做放映 我就不是他不要 而是说这是他存活的机会 因为一个影片拍很困难 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世界看得见的市场上 被别人看见 有片商买了你的片子 你才有可能获得资源继续拍下去 所以这是他们必须养自己的一个方式 可是也就是形成你能够看到的影片 为什么都是西方 而且这些亚洲地区的影片 也只有在西方看得到 就会发现我们在搜寻那些 搜寻影片的时候 你在美国可以看到所有世界各地 甚至很小的一个地方拍的影片 可是你在那个local的当地是不能看见的 没有 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 也觉得这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更是应该要 让我们的资源能够一起交换 所以我们才会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他邀请了亚洲各地的拍片的人 然后有些人的片子大概是 在他的国家还不能放 是第一次被放映可能是在台湾 当然相对台湾也是稍微啦 就是资源多一点点的地方 可是当你有一点点资源的时候 我们是要做什么样的影片和放映 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忘了有另外一个问题 新加坤内之间法 就是在某一天的 某一天以前 一个礼拜之内的事情 对 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刑罚 在世界各地都是有了针对 针对一种性行为 那个性行为是口交和钢交 就是新加坡他是说 针对异性列之间 如果进行口交跟钢交 他合法化了 就是等于是去刑罚化了 但是对同志之间的口交跟钢交 依然是有刑罚的 其实他是这样 那看起来如果说你在性权运动上 似乎有一点点解放 因为终于有一个不行 去刑罚化的可能 在这一类的性行为上 可是他是放在同志身上 依然是 因为他认为就是他的总理 是李显宏这个文字嘛 他公开表达 为什么还会放在同志身上 要有这个刑罚的呢 他说因为要顾及新加坡 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传统的家庭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维持这样的刑罚 其实也没什么道理 也问不到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就是一般的家庭里面 必须进行这样的性行为 所以如果你不让他合法化的话 家庭会崩解了 所以将来就是 我唯一想到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会破坏那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其实在世界各地 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抗争 让那个去刑罚化的东西成为可能 邻近的香港就是嘛 他们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早就已经去刑罚化了 在香港留到这几年解决 前年也是非常精彩解除了 这样一个对同志行为的刑罚 你问我的立场 我们当然是反对 所以我们就在冒伤强力声明 我们强力谴责 这个很多个问题 我想回答一下 因为我黄老师他们提的问题 但是我可能了解的 不是那么可专业很全面 但是我想就知道的东西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在大陆 就是对于统性之间 不管是因为身份还是因为性行为 能够被法律所处罚的 就只有下面几个方式 就提及这一种就是 如果是三个人以上的公开场合이 会被据咀网罪 стран参寅ooooo 三个人以上 还有三个人 就是两个人公开啦 應該都可能 只要公開事情 對… 可是它是公開的意思 那… 台灣的公開的意思是說 不特定的人只要在自己家裡 下面看到 卻叫做… 一樣啦 它這裡一樣的意思 那就是說你如果是在自己家裡 沒人知道就… 一樣一樣 聚眾 聚眾意思就是管你在哪 現在就是公開的 對 但是你幾個人 兩三人關在一個房間裡也是聚眾 對 一個是英文 然後一個就是性交易 對 因為其實不管是剛交也好 包括你的性取向也好 其實都成為一個最主意 所以首先回應這一點就是說 確實是有 我們知道是否 剛才黃老師提的問題 可能是政府是否 通過通過性交易 這個通貨口來管制 那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是通過這個通貨管 而是它只有這個通貨管 能夠管到 對 對 因為法律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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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性交易 是有所謂的 對 然後一點就是關於 新工作者的一個處境 我覺得 那首先法律 民門規定是禁止性交易 新工作者 可能是遭受拔擊的 但是隨著這幾年 愛滋病問題的嚴重 以及愛滋病運動的發起 大家都基本上 至少衛生系統的 政府官員會知道 在性供工作者中 開展愛滋病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呢 現在可能就是 公安系統和衛生系統 他們 總是處於一種 對抗和合作之中 一方面呢 那個衛生系統就要去說 那我們要來 發安全套 要來做健康教育 防止愛滋病 那麼你們可不可以不要捕捉 但是公安系統說 那不行 我們也有我們的任務 但是那就是看 這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 從全國到地方 可能 都不一樣 因為有可能 在這個地方 這個衛生系統和公安系統 它交流得比較好 他們就會形成一些 一些默契 就是說 那我在一些什麼情況下 我視而不見 我你們視而不見 但是有的可能 在有的地方 可能這兩個部門 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衝突 衝突就比較嚴重 但是總體上來看 就是說 至少 我覺得 全國的衛生系統 至少達成這樣一個共識 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 公安系統的人 認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 在統治這個問題上 可能 可能比新公共識者的 這個問題的進展要慢一點 可能因為 新公共識者那個 那個 愛子密防治的問題 可能開展得比較早 而且可能 面臨的是 社會上很多人 公安官員 他也需要找新公共識者 所以他理解起來 可能比較快 但是 同志的問題 可能相對還要之後一點 就這樣 好 第五個 謝謝 好 來 我想要問兩個 比較技術面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想要問 比較多我們的組織 就是不但在領情 也會支持其他身份的一些組織 就是想要問 使用什麼方式串聯的 然後 第二個部分是 就是台灣 就是 我想要知道 就是 就是有關於 那個 台灣同志團體面年齡差異的問題 年齡差異的 對 就是 運動者和社群 之間 就是可能 存在的一些年齡差異 然後 就是 不同年齡層也會有不同的術 所以我然後 就想知道 沒有吧 怎麼串聯的 跑中國這麼大地 其實在 在中國 就是說 我們每年各種各樣的會議真的非常多 所以 要說 同志組織串聯起來 還真的不是那麼的麻煩 因為本來 就是一個網絡的時代 都會知道 在這個省有哪些同志的網站 基本上 然後 在這個省有哪些同志的明明人 然後 因為 現在在大陸 其實 是有大量的資金 湧入到 同志的愛子病防治領域的 所以 每個省份的活躍分子 都會想要 出來 站出來 分一杯跟所以 站出來的時候 所以要串聯起來 是非常容易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 因為 我們愛之心也有所 可能 在資源方面 可能 擁有一些優勢 因為 要說 相對而言 我們每年能夠拿到的錢 在中國地區 還算是比較多 所以 但是我們不是說 我們僅僅是做北京的事情 所以 我們需要做 其他 全國各地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可能是 工作人員 我們到每個省份去 而且也不是熟悉 當地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 通過 各種會議交流 來看 就是說 有哪些組織 是比較 符合我們的理念 就是 他們的理念 跟我們比較符合 這個時候 我們每年 遞交年度的資金申請的時候 就會 把他們的 申請 涵蓋在我們的 申請當中 我們就是一起比較 然後升起來之後 我們再給他們 就是這樣 然後至於 我們還有一部分 可能會支持一些 全國各地的 愛滋病感染者的一些組織 但情況同樣也是這樣 因為 其實在中國 很多 很多地方 因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說過什麼 愛滋村啊 就是 其實是由於 當時的輸血和賣血的問題 可能造成 這個村子裡面 很多人都是愛滋病感染者 但是他們又很貧窮 然後 又 飽受疾病的折磨 那他們怎麼辦 要活下去 就必須自己來 救自己 他們 就會慢慢地形成一些 感染者的自救組織 然後 這種形式 一被其他人知道之後 大家就進行學習 所以其實 遍布全國 是有很多這種感染者自救組織 那同樣 國際的資金 到了中國之後 也是要分下去 慢慢就有 各種各樣的培訓 因為 可能他們不知道 怎麼樣做一個 NGO的機構 那 就是 很多 國際組織也好 包括國內組織 很多項目都會說 培養這些 領頭人 怎麼來工作 那 通過這樣一些 培訓班 然後我們就能夠 接觸到他們 然後我們同樣也是 根據 他 個人的能力 以及 這些情況的嚴重性的理念 是否合適 我選擇支持一些機構 就是這樣 很多世界的組織 和國際的NGO 其實對於中國的關注 和資金的投入 是很大很大的 因為他們其實很清楚 你要進入中國 產生母語的影響力的話 這是一個很快的捷徑 所以 你會發現這些組織 對於台灣的投入就比較好 其實 同樣的道理就是 因為在中國的話 它能夠操作的層面 比較在NGO的層面上比較好做 所以也就比較有 多這樣的管道禁區 所以這就是說 但西方的法學國家 要對中國產生母語的影響力 也比較短大 好 那有關於年齡在同志運動中的問題 它跟你們那樣 個人的名義無關 運動上面會不會 會不會有這種代肩差距啦 或者其他的 比如說年輕一輩的同志 可能不能理解你們這一代運動者的想法啦 所以 如果是何老師解釋了之後 就跟你第一句話就衝突了 所以我們的年齡沒關 可是又在問是有代肩差距 所以重點是 重點是你的問題意識是在說 組織工作者之間 跟群眾的年齡差異 還是在組織工作者的 在組織的工作裡面 是不是你覺得有一些年齡層的議題 是被忽略的 我們沒看到青少年議題 沒看到老女婚姿 你是哪一塊 你動我啊 都可以 簡單 不知道怎麼說 代肩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這個代肩差距 有時候他的差距可能 並不一定來自於年齡的差距 就是那個想法的某一種僵化 有時候跟年紀無關 你可能看到一個年紀滿大的人 跟在座某些人很類似 可是我們的思想非常的前進 非常的跨越世代 但是很可能 剛剛才冒出來的一些小T小GAME 他們可能已經有很僵化的想像 把他未來人生路都已經鋪陳好 所以這個如果是講組織者內部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確實有一點跟年紀 可以沒關 可是我覺得在工作內部 確實我們常常在討論的一些問題 會沒辦法 就像你在哪一個位置上 你會思考到哪一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會沒辦法 我認為過去確實做不到 譬如說老年同志這一塊 那一直以來 很想做青少年同志的這一塊 像很早以前熱線就有一個 那個什麼拉拉雞機 對 拉拉雞 就一直想做青少年同志 就是想進入高中的校園 但是這個不幸那麼容易 我覺得反過來講 另外一塊 可能跟同志運動不一定有關 我覺得整個台灣 就比較少一個力量 是青少年運動 就是本來那個聲音就弱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排山倒海來的兒少運動的內容裡面 兒少是誰都是那些父母代表的人 然後他認為我要保護兒少 所以他跳出來 所以過去在跟這些比較保守的團體 在對抗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意識到很大一塊 是缺少兒少主體聲明 那放在同志運動裡面類似 可是現在有一個 自詩為青少年性權捍衛的團體 已經成立了 但是因為他們在組織自己的過程中 他們也長大了 所以他們也不在生青少年 但是他們努力的做青少年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看見 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 也自己接近要被關懷的那個年齡層 所以剛剛阿哲有在提到 就是我們最近會有個追思會 就是就是老年同志的這個部分 那過去一直有人提 就是他也不是一個很具體的工作項目 但是我相信這絕對是要被關欠 我打一個岔 過去就從這過去的十幾年 就是偶爾真的會聽到有一些青少年 他突然就是要去 比如有一陣子去那個反對法禁的 或者是我忘了是什麼樣的一些議題了 他們要專出來 然後但是他們的問題就是 他們那個時候差不多是高三下 之類的那種年紀 然後很快半年過去以後 他們就進入大學 然後就變成好像就不是那個主體了 還有像包括像夏林青 他以前他們也有做過一些 關於街頭少年的那些事情 所以青少年的這種運動是很困難的 那像最近這個專出來的這個 剛剛多多講的那個 海哨文 什麼那個 青少年文教會 什麼之類的 他講一個海哨文教會 對 你剛剛不又提到一個 多多你剛剛不提到一個團體嗎 對 海哨文 對 那那個應該是是王秉講那種 對 父母就是說 母宿 對 對不對 那種吧 那種 那他們也有青少年主體嗎 他們其實做的還蠻多工作 是去到跟青少年接觸或什麼 比如說我覺得他們最近這幾年 做的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是塗鴉 對 所以他們就會去到校園去 鼓勵青少年到處去塗鴉 這根 我覺得這根比往我們看到的 但是他這個團體跟那個時候 我知道麗欣欣會要籌組一個什麼 台灣青少年聯盟什麼都知道 就是這一個 有關 就是這一個 可是因為工作人員 也就是時期他們跟青少年 結束之後 開始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這個我沒有準備所以沒辦法講 我覺得這也是公民社會裡面 不只是台灣就是全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 慢慢的一個趨勢 當然他到後來就是可能這個比較大的 比較有資源的團體他可以開始做這種這種事情 那所以以後如果 麗欣欣欣要搞一個同治團體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也可能 但是其實這種事情更可能在大陸出現就是 因為台灣地方還是小彼此影響會很大 可是在大陸的話他那個比較分散 就像看在美國美國有也有這種所謂的 IWF跟IGF就是 Independent Gay Forum和 Independent Women Forum 那他這裡面就有一些重要的人 像Andrew Sullivan 他就是一個支持不息支持共和黨的一個同志 然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 反對很多同志的一些酷兒化的這種路線 對不對就是這一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也 我覺得在中國大陸的未來也非常有可能 因為他的國家非常大 所以他的那種一直性差異性會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蠻值得觀察的就是一個趨勢 其實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出外一級協會有可能會成立一個同志 叫做前同志 悔改過的同志 組織之類的 然後來進行對同志的文化的一種藉口 這就是未來可能大家可能不要把同志運動 或同志運動的發展方向統一化 因為他有可能有其他成本出來 你想要講什麼 我很快我先回老闆剛剛提的一個東西 我其實是真的認為我覺得台灣沒有小孩的問題 就是連運動內部我自己深刻的感受 譬如說像我們在參與一些組織 我很快會聽到跟我們一起工作的年輕的夥伴們 突然就會說那我們是小孩 那你們大人才能做決定 就是即使是像各位就是我們一起在工作 我們要做一些決策 碰到一些困難碰到一些問題他會說 因為都是我們小孩你們大人不在 所以我們什麼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你們出來就搞定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我也會感受到就說 就為什麼你們是小孩 就是你們都可以做決定 如果犯錯你就承擔責任 你就有學習了 那我覺得另外提到剛剛幾個 曾經發生過在台灣 還算蠻可以看到的青少年運動 包括像法禁 我覺得也非常快 其實當時法禁運動出來 是有中學生權力促進會等 他們是很有主題的 可是連結到學校裡面一些學生 你就發現馬上他們是跟人本結合的 然後他們的本部總部就會在 譬如說台北縣的某一個地方 的人本的辦事處 所以其實他們的運動 他有一些奧元 好像就是小孩沒資源 所以需要一些奧元 可是當奧元一上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切面 譬如說要跟媒體互動 然後可能要辦街頭運動 街頭運動就要借舞台 借車子 借麥克風 大人就出現了 因為大人有資源 小孩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有點 不知道基生蛋還誕生 其實小孩沒資源 所以就沒主題嗎 還是說那個主題 可以讓他找出什麼東西 一直這個以來 會是一個蠻大的 運動需要突破的東西 我就是想了 剛才那個何老師說到那個 XGay的那個事情 因為在北京就是前一陣子 就有一個教會 總之不知道怎麼就到了 北京要辦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會 然後我們知道之後 還跟艾白啊 同余一起做了蠻多準備的 我們就馬上讓我們報名說要潛入那個會議 然後再想到在他們那個會議的對面 開一個我們的會議 然後對著他講我們的東西 但是結果後來他也沒辦成 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提一下 就之前就是那個想起有介紹 就是在中國大陸做女眾主治工作 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去年有來到台灣叫小嫻 他有提到這件事情 他是說呢 其實這跟中共官方的打壓有關 因為宗教背景 也不是被中共官方所允許的一個組織 那他們那個組織好像聽起來 比同志還做事 所以就是很離奇的 他們被打壓了 但是就是有點借了官方的手 被打壓 所以同志台裡準備好了要上那個場 但是沒機會 因為就被壓掉了 好 我們時間不多 最後還有什麼分享過客 享受過客 我們等一下應該有一次一個交談時間 我們回到行李 還要問問問題 你這樣講的話他還問問題 快點 你們優先講 問一下那個愛知行李不是登記 你說被別的組 被別人先拿去登記了 那是誰去登記的 誰啊 還有沒有人有話 沒有 那你們問 我們是不是要問對面的問題 對 我想問兩個 一個是說 因為剛也聽到就是說 有一些中國大陸的資源 來自於對愛知防治的一個資金贊助 那這個資金贊助其實直接 他是做同志跟愛知的關係 那當然是男同志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愛知團體裡面 就會自然有男同志的工作項目 那問題是女同志組織的資源要怎麼來 就是在整個同志組織的發展上 男同志組織如果能夠藉由愛知的項目 得到一些資金做男同志組織的工作 那我比較想問女同志組織的資金 從哪來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 因為今天都沒提到 我就主動提出 因為我覺得還蠻值得大家去 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婚姻跟同性戀的關係 因為同性戀就不能結婚 所以我不是講同志婚姻 我是講一個就是 女同志的組織 好像是北京樂縣 他們有想參加婚姻聯合單位 但是被拒絕了 所以我在我了解的方面是覺得 在大陸是女同志跟婚姻聯合單位 好像沒什麼聯繫 然後我之前也跟朋友有聊過這方面的話題 我們都覺得特別是上海的一些婚姻聯合 可能他們如果我們去跟他們聯繫的話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有什麼聯繫 那但是有一些在上海 有一些女權主義的研究學者 還有就是上海復旦大學有一個教授 是叫孫中心教授 然後他之前是研究女性女權主義的 那他也很關注女同志的文化 所以他也 王中 王中太少了 對 對 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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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文章 對那個文章 然後在那個 香港的那個自行資金會在上海 大家學有做過同天課程 所以他們也有邀請我們一起參加 小文章 對這個學校 對這個學校 那先就著這個問題 把老師的問題講完 但是我們幾個要是跟婦女團隊的組織 可能聯繫不到婦女聯 那麼官辦的那種組織 但是我們跟什麼洪峰婦女熱線啊 就是民間那些婦女團體一起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有一個項目開展了三年 叫做反家暴 就是基於性別 很暴力的 這個項目一直在開展 對 我兩件事 很多 然後就是第一個問題 對 女同志資金的問題 因為主要的現在可能在大陸 比較有名的人就是同志 但是協議他們沒有同志 我們算是跟協議合作得比較密切的一個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回答一點點 就是確實是在目前的這個狀況下 要拿到愛滋病的錢非常的容易 但拿同志的錢就非常的難 至少 國內有愛滋病的經費 但是沒有同志的經費 所以所有的 跟同志議題有關的 只能從一些 同志的人權機構可以獲得 但是 那也 不是那麼容易 反正我知道閑他們籌錢也會非常的難 但是最近他們有籌到一些 包括什麼 Mamakash Yoga 可能就可能 都是他們通過去國際上 看家的一些會議不斷介紹自己能夠抽到你們的錢 但是呢 數量是非常有限的 然後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單位呢 基本上就是 會從愛滋病的錢裡面努力的 其他的錢來做同志權益這個部分 就是包括對 最初他們沒錢的時候 然後給你們的愛滋家雜誌的錢 包括夏令營 就是 反正 本能好像 就是說 今年 我記得我來之前 我們開了一個年度的付金算的會議 然後就說 那你今天可以輕鬆一點 他說 因為 嫌他們籌到的一筆錢 就是不用我們負擔這麼多了 所以我們 稍微輕鬆一點 可能 可能是這個樣子 我想補充一點的是 我瞭解到的是 除了 張克剛說的 這些群道 還有一些 比如說 雲南 和 成都的 這些女同志的小組 他們都是 會加入男同志的組織 然後 也是 男同志 就是 會比較關心女同志 所以會 盡量 撥一些錢出來 給 女同志做一些事情 所以 經濟的問題 幾番人解決了 其實 最近幾天 我跟想起 我們也會聊很多 因為 我們都在不同的城市 以前見面的機會 其實 其實是沒有的 只是會通過網絡 會有一些聯絡 這一次其實也聊很多 那經費那一塊 除了就是 能夠在外部 能夠爭取得到的話 包括我們也 就是想起 我們也在聊 就是怎麼樣 從社區 自身 去找資源 這一點其實也是 蠻重要的 關於婚姻這一塊 的話呢 這 這其實也是 不斷被問起 總的來說 就是 大夫先生的狀況 的話就是 總的結婚的比率 還是很高 但是 逐年再下降 就這個 這個就是 可以 可以 講的一個 就是 我所了解到的情況 尤其是從 六十年代出生 我一個界限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六十年代出生 七十年代出生 八十年代出生 和九十年代出生 這四個年代出生的人 那麼 他們的自我認同 還有就是 他們對婚姻的看法 都是 成十年一個變化 就是 很多六十年代 之前 所生的人的話 結婚比例非常高 只有那種 自我認同非常強 或者因為 有一些什麼樣 原因的 他會不結婚 那七十年代的 像我這樣的 在我周圍 的朋友裡面 不結婚的 就已經開始 比較多了 好 然後 八十年代 的話 就是 不結婚的比例 更高 另外的話 九十年代的 現在在初中 他就可以 跟單上的同學 講他是同志 然後關係還處得比較好 但這或許只是個案 也會有那種 講的是出櫃了以後 然後遭到歧視的 甚至會發生連鎖反應的 都會有 但至少 這些事情 不可能發生在 在 就是 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 可是現在發生了 所以 婚姻的 這個層面上來講的話 會越來越接近 華恩社會的一個 平均的水平 但是還需要時間 然後年齡 在機構的情況 我的年齡在我們機構算大的 是 在我們機構裡面算大的 我們的志願者 基本上都是 18到25歲之類是居多的 對 我們有 當然 這是因為 我們有75%的志願者 都是 都是大學生 因為本身我們也是 鎖定這個群體 為我們 為我們培育的一個方向 對 就是這樣的 然後 與婦女團體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 可以需要介紹一下 在大陸 我們把 公益機構 分為兩種 一種叫 缸狗 一種叫 草根 缸狗的意思就是 它是從 政府 團體 政府下面的 G-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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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們前是 他們以前是 國家部門的 政府部門的 一個系統 現在呢 要被轉型出來 不能算公務員 所以要被转型出来了 在转型当中的话 有的地方它可能会走得快一点 快一些它就会接受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像刚才赵哥讲到的这个红凤 我们就有接触 红凤工程它是一个 红色的红丰业的 对红丰我知道是北京的 但我们在西部的话 也会跟其他的一些钢狗接触 一起参加培训 一起来提升能力 但是这是转型会比较快的 但是目前为止大多数的机构 转型还是会比较慢 就是它的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差 所以从大陆的NGO的圈子来说 一般我们对于钢狗来说是很不屑的 对他们实力很强 他们资金很强 可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很少 比起草根来说 所以这会是一个过程 但是钢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发挥了它自身的优势 比方说它可以把资金拿到手上 这些草根就拿不到 对 这是这会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像我们也会比较努力的去跟凡是能够搭得上线的这些团体 去搭线 包括妇女团体 在四川的话呢 也有去接触 可是不乐观 就是因为他们是钢狗 他们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所以调整不过来 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希望在大学里面去发现发现看 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可以谈得到一起的伙伴出来 这是我们的情况 我可能能谈的是那个年龄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多现在很多事情 也不光是说做运动这块 就很多问题都出现就是一种低定化的热烤 大家觉得好像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人做出来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新鲜 然后有时候别人说 你22岁出一本书好像很惊讶 就是我觉得好像已经不那么在大陆里面很 就是好像现在有90年代的人开始出书 所以我也觉得好像也不对于我来说也不那么稀奇 然后我还可以列举我们平常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人 他们的年龄情况 我们认识一个北京大学他当时上大二的一个人 那是在05年的时候 他是88年出生的 然后他是多少岁这样算是 17岁 然后那时候好像刚成年吧 但是他人比较老像 看上去有28 然后他那个 他就是做那个同性面广播 然后他第一期请的就是李银河 后来也有请那个就是因为他请崔子恩老师去 然后我们才认识的他就做一系列的东西 后来播的大概有三四期吧 就他是在校园里面那种大喇叭来播出的 然后后来就学校就跟他说你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他一直热情都特别高 就是看你在几乎任何场合能看一看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还遇到一个 那个一起吃饭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 他比我们那个 也有电影隶属系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人他在拍同性面的片子 然后他家里好像挺有钱的 自己全都是自己投的 投了十几万 而且去武汉拍的一个又有谋杀又有情侍 然后说 因为他也长得比较老像 然后所以我们说你哪年生的呀 他说我87年 然后正好崔子恩老师在旁边就说 你看长江峰浪推荐浪你都是老的了 然后我觉得反正现在好像是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去很多场合都是学生在跟我们一块参加活动 包括我们做电影节放映 还是说还是让他安心一开会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年龄大的人都在都忙着赚钱了 或者是在工作 然后退休了他可能五六十岁的人他闲 但是他不敢出柜不敢去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好像学生只是学生在参加低病化的一个现象 也并不是好事情 好像我记得有人说说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 他如果发展得好的话各年段的人都在参与工作 如果你是纯属一个地区的话 说明他发展的还不够充分 然后我也觉得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人 他也有时候挺惨的 我们那时候五号节的时候开青年论坛 当时是我做主持 然后就有一个四十多 他也没五十岁吧 就是冒进去我们那边 就觉得好像他有点格格侮辱 而且他又特别爱发言 特别爱说话 但大家对方对他有点艳怜那样的 然后我让他多说句话 别人都说 他说那么多干嘛呀 这是青年论坛 但是他那时间就成天跟着我们 然后有时候还给我发个残性什么的 然后我还对他 就是我如果有空的话 都跟他说的那种 然后后来我就有时候我就说 哎呀他说好惨 要不然咱们你关怀一下这个意思 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在 我所在的团体里面 都是一起比我大的老给 反正我好像 因为我上学也早一些 所以好像整个班级里面 我经常是年龄最小的人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我反而会特别怕别人说 他年龄比较小 他会不会在那个工作上面会不会 有什么样的 反正我觉得有时候会 我不太让别人觉得我 就与我们那个目前做的那个电影 其实具体的工作来说 其实我那我就希望 我如果 就是一个精密问题的话 我就希望如果能有最 稍微基本一些 然后但是比较耗精力的工作 我都会勇敢的去承担他 比如说我们要联络名单啊 编场刊啊 然后教对英文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决策性的问题 我还是会到处改条问他们说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是这样的 我可能对这个年龄的问题 有一个自己的解读 我觉得是因为 确实是我觉得 像我在我们那边算是 资格很好的人了 真的 我现在才到第三 因为我的前辈 就是工作很明显 对 因为之前的一些 在我之前的 也是一些年轻人 可能就比我大一两岁的人 他们都可能出来之后 自己有成立一些新的机构 是这样 但是我的解读是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正好赶上了这个时候 就是说 包括开放的程度 正好达到了这个程度 然后又正好 恰好遇到了艾滋病问题 以及这些资金的涌入 正好是在这些年 然后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正好改善这个事情 然后当然又年轻 就会觉得做这些事情 特别的兴奋 而且有成就感 所以现在看来 确实 做这些运动的人 还是以 七五年 我觉得可能到 八八 这个年纪为主 好 充满了希望 因为现在还很年轻 所以大家有很多路 我们今天谈了这么久 花了很多的时间 但我相信一定还有一些人 有话想讲之类的 但我们可以改一阵地 因为我们下一阶段 你可能可以到性别的 比较自在 比较悠闲的地方 然后无论你是老辈也好 小费也好 就在那个时候比较自在一点的 相互沟通 我们今天特别的 谢谢远到来的朋友 也还有台北来的朋友 也谢谢大家的光源 好 还要继续续发的 就请搬到细节去 然后可能两位共读生 帮我们整理一下 请注意这种细节 太难了 我再去听资料 我拿细料的话 我要讲一下 因为它可以是上面 我们那个网址 但是这个网址可能是 可能是一些 支持这个活动的人 自己办的一些网址 所以我想把我们单位的网址 就写一下 可能大家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将那个网址 请 這個愛知行的網址 拜託抄一下 這很簡單的 愛知者 愛知替 下面那個高的部落的 我們可以看的 好 謝謝大家 是高血的 上海有人 這網還沒氣嗎 沒有人啊 劉某這麼迷你 今天還飛 剛剛那兩個SID的真好 因為我就說我不要差表了 你不是出國了嗎 對阿對阿 就退掉了 既然把你的名字放上去 就把前面也退掉了沒 他是飛了 我們有一整個Panel 搞不好了 這個很貴 這個contribute已經做不太多了 而且你們自己摺眼所的那個Panel整個散掉 然後打散 那大行李要成為 不是那是因為 他們現在也在吵架不和 你知道他們兩個 你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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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再接你 他跳完那張海報就多多唱 不能再一起 非常有趣 沒有可是因為李慧全原來也沒有寫 原來也沒有寫 哇 哇 好想把分色 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寫得我拿就會 真的是 沒法去的地方 沒法去的地方才該去 十四年 少少 就要就是 我在那邊就一塊瓶手 哇 他不是莫名的嗎 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有啊 有啊 我真的有啊 又沒有抽屜嗎 但是我當然沒有 然後禮拜天 就是 八年 然後明天晚上 一天晚上一天 對 所以 公大桌子 你哪個鞋子不收拾 沒有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什麼內容 喔謝謝 好 啊拿這個多啊 有啊 有啊 這個是電腦 這個是電腦 那個什麼鞋子 那個什麼鞋子 那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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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 你們去你們要坐在邊上嗎 主要這不是我的電腦 所以我不知道他 這個電腦 他是自動關的是吧 他想查一下東西 可以 喔有了開了開了 那你現在 搖一搖就會醒了 那你上吧 上吧 滑鼠搖一搖就醒了 拿一個來坐一下 這是性別的招牌 媲美每個老師都愛吃這個 最喜歡吃的最口味 什麼口味 什麼口味 辣的 Mexican 這個是辣的 對 那我要吃 很好吃喔 好齁 好 終於看到你的真面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我直接把他就這樣很大 等一下 他的聲音 你 我嗎 對 居然好安靜 大家都嘴巴都塞住了 嗯 因為我還要吃 嗯 可是當年有一些 這個老闆的他都已經要看了 嗯 有沒有 剛剛跟水盤還搭著 嗯 嗯 嗯 對 你那晚下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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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在那边讲的 你的意思是说 自从你的官司以后 反正还蛮多人去光顾你 就哪个是墨西哥 这个 先拍拍你们 所以我们还需要找一个时间 去热线拿书 约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去拿 是不是等买个箱子 就这样